黄老五 路行蜘蛛上传来了一个有些怪异的声音 应该是通过传声器的缘故 公 公老大 黄老五弯着腰就差没有跪下 这么一耽搁 后面便过来了一支队伍 这些队伍虽然都开着和平时期的车辆 但明眼人一看就是改装过的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改装 而是一些利用职业的改装 其中数辆车已经大变样 基本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老钟站在城门后 借着城门的缝隙看到这一幕 就知道这位工尚明自己或者手下 一定是位很出色的改道师 至于是机械改道师 还是汽车改道师 那就不一定了 词的一声 路行蜘蛛里面跳出来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非常精美的紧身黑色皮甲 上面点缀着金色的钮扣和尖章 火光之下非常的漂亮 你当我说的话是放屁 工尚明的声音并不大 但这句话如同山越一般 直接把黄老五的腰压了下去 这个五星进化者 竟然扑通一声给人跪下了 今天谁指手城门 没理会跪在那里的黄老五 工尚明反而看向了城门处 那个之前和黄老五交易的人 哆嗦着走到了镜前 低着头 握着拳 连连说着对不起 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从那些跟着工尚明的车辆里下来 来到这里后 工尚明便问了句 知道他住奶吗 知道 他叫大度来 剑臣的手下 工尚明点点头 没有任何征兆的 从他的腿部战甲里 突然弹出了一条金属鞭子 很细 却弹性十足 这条金属鞭子 飞速地刺向了这个外号 叫做大度来的城门鼠为官 大度来没毛一条 身体就向后退去 同时双手之上出现了两团火焰 手臂抬起 就要朝着工尚明打过去 他虽然只是个四星净化者 面对六星的工尚明 在性命危机时刻 也是敢于反抗的 但双方的实力相差太多 金属鞭子锋利的顶端 扑斥一声 从他的下颚刺了进去 瞬间穿透了脑袋 从头顶穿出 手里的火焰熄灭 大度鞭的身体 晃有了两下倒在了地上 抽搐着死去 金属鞭灵蛇一般收了回来 重新隐藏在了他的皮甲之下 搜身 再去他家里搜 吃了我的 都要给我吐出来 工尚明看都没看大度鸣一眼 向前一步 一脚踢飞了黄老五 这个壮汉飞过一段距离 撞到了城墙上 落地之后 开始大口喷着鲜血 这些人怎么处理 工尚明旁边的女人问道 她指的是这些 要进入落水寨的 她吗 工尚明哼了一声 不是要来这里发财吗 那我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 把他们都扔到矿洞去 水质是需要大量的石珠 在鸣水盛宴之前 能多收集一些 我们就能换来更多的好处 说完一挥手 后面他的战队就围拢了过来 强行压着这些人进了城 凡事有敢于反抗的 直接打死没伤了 只有那位黄老五 动都不敢动的在那里趴着 直到工尚明身边的那个女人 过去问了几句什么 才一脸激动的跳了起来 嗨着胸脯指着天发誓 老钟本打算离开 可是听到水直视 石珠这些字眼之后 他反而没动 跟着这些人被压向了一个方向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错 误打误撞之下 好像在第一时间 就接近了鸣水盛宴的本质 远处有些水声传来 那是一条从悬崖之上流淌下来的瀑布 也是落水寨名字的由来 而工尚明所说的矿洞 就在那条瀑布之后 漠视之人桀骜 但也更加懂得弱肉强食的道 这些被压着一百多人平时在外面 或许一个个都是狠角色 杀人不眨眼 但面对如狼似虎的落水寨卫队的时候 除了最开始有两个人想要逃走被杀外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动作 乖乖被人压着走 不是他们不想反抗 而是这些落水寨的战队实力强出他们太多 这些卫兵数量是他们的两三倍 等级也高出他们一筹 甚至就连装备都好于他们 这些花了钱偷进落水寨的人 清楚的知道 一旦反抗 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死亡 更何况现在已经进入了寨子里面 就算逃走了又如何 难道去攻击城门然后逃走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路无事 这些人被压倒了寨子西侧的一处峭壁之下 可以看到石壁上开着数个大小不一的洞口 想来里面就是所谓的矿洞 但是没到进前 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之后这些卫兵们就开始把武器对准了这些人 其中一些更是亮起技能 准备随时出手 想活命的 把身上的装备都脱下来 算是你们的买命钱了 快点 脱 这些卫队的士兵 竟然打起了这些人装备的注意 的确 这一百多人虽说进化等级不高 但绿色装备还是有那么几件的 其余白色的装备不少 而灰色装备更是每个人都在两件以上 收刮到一起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引起了这些人的骚动 这些东西毕竟是他们的家庭 被扔到矿洞中干些活对他们不算什么 每个人进化后的身体素质 足以让他们撑住长时间的高强度劳作而不死 时间久了 总会找到机会离开 可是让他们交出装备就不同了 他们拼死拼活 得到的除了已经使用的进化药剂外 就剩下这些了 一旦给出去 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幅度下降 啊 几声惨叫声响起 几个情绪最激动的人突然被杀 让场面为之一尽 东西没了以后可以再转 但是命没了 那就真没了 一个队长级别的人物冷冷看着这些人 各位都是战队的人 私自进入营地这种事情 是什么后果你们应该清楚 老大不杀你们已经是仁慈 别给点个药 说着 随手指了两个人 他的手下立刻出手 把这两个人的头颅给砍了下来 就是一种常态 末世之中的常态 生命这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终结 几具尸体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这些人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还是脱掉了装备扔在了地上 老中也不例外 这些白色装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的好东西都在空间之中放着 要是这些人要来搜身 那说不得他就要杀出这里 不管会不会得罪五环钱 这样神秘莫测的准致了 好在卫队的人 或许不相信 以这些人的等级 会拥有空间装备这种顶级的好东西 只是看了一眼身上 没有发光的装备和背包之类的东西 就放过了他们 这些被拔光了的人 接着被压入了矿洞之中 里面的人接收了之后 等到那些卫兵走远了 就骂骂咧咧的炒开了 大概是诅咒那些卫队的人 把好东西都拿走了 就给了他们一帮光皮猪 是的 那些人就是这样撑老中这些 被抓来这里的人 一个光着上身 身上有些脏乱的男人 披散着头发 拿着鞭子走到了这些人面前 他的身后是数百矿洞守卫 每个人都警惕盯着这些人 哪怕没有了装备 危险等级降低了许多 但仅仅凭借着双手 那也是可以杀人的 都给我听好了 下到了洞里 都去采集这种东西 每一天听到洞口的铃声 就来这里领取食物和水 当然能领到多少 和你们的收获成正果 你们当然可以不干活 但对不起 那你们就饿死在洞里吧 这个人讲着规矩 把一颗石头做的珠子 展示给大家看 不要想着逃跑 因为你们根本跑不出去 这里有上千守卫 凭借着你们这点人那是找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或许以后运气好 你们就能重见天日了 现在都给我排好队 我给你们分配下到几号矿洞 之后先领取一份食物一份水 还有美人必备的钢锥 记住 钢锥可不是你们反抗的武器 而是你们采矿的东西 还是你们防身的武器 那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你们的性命 要是丢了 嘿嘿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基本上你们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好了 都过来排队 有些人想要问些什么 却迎来了这个男人 毫不留情的鞭子抽打 他一个五星进化者 身后还跟着另外四个五星进化者 还有诸多的全副武装的战士 这几个人只能默默忍受 生怕惹到人家后杀了他们 在这里 你们没有提问的权利 这个人环视了一圈 便开始发放东西 每个人所谓的一份食物一份水 只是一块半个手掌大小 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肉干 水则是小半瓶昏黄的液体 倒是钢锥质量不错 50厘米长 三根手指粗细 有一端有些尖利 却并不丰愿 这一百多人被分成了四批 下到了这里的四个矿洞之中 老钟排在了后面 进入了第四矿洞之中 看到这些矿洞的时候 老钟也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人也不带着锁链什么的 因为矿洞的入口非常狭小 只能允许一个人毛腰通过 只要进入了再想杀出来 只要洞口布置防守 都不需要太多人就可以堵死 看到这一幕 还有这个狭小洞口里面 黑洞洞的样子 不少人都露出绝望之色 一些人甚至反抗了 想要看看能不能为生命 争来一些希望 但很显然 他们不可能成功 这十几具新鲜的尸体 让大家的情绪都冷静了许多 虽然不甘心 还是一次走了进去 老钟跟着这些人身后 也走进了矿洞 刚一进去 就看见了里面 不知道多少双忧绿 或者星红的眼睛 之前进去的人 也看到了这一幕 身体死命的向后靠着 但终归是在末世 都活了两年多的人 没有人喊叫 也没有人歇斯底里 每个人都防备着 一旦遭到了攻击 必定会出手还击 那些忧绿 或者星红的眼睛 并没靠近 只是那么静静地 看着这些新进来的人 有吃的吗 一个甘涩沙哑的声音响起 让新进来的这些人 心情舒缓了不少 哪怕末世里 同类也是可怕的 但是在如此幽暗的环境之中 能够确定了 不是变异生命 也会让人心安不少 由于人类秉承着 不吃丧尸肉的原则 所以哪怕在现在 对于普通进化者来说 食物依然是的大问题 情况就和之前的野兽差不多 猎到了猎物 就会饱滩数天 而一旦一段时间内 找不到合适的出手对象 就会恶度的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 听到有人管你要食物 很自然地会生出警惕 于是 新进入的这些人 还是聚在一起 丝毫没有放松 对这些同类的戒备 甚至人人都把手里的钢锥举了起来 老钟站在后面贴着石壁 这里虽然异常昏暗 不过 他还是能够隐约看清一些东西 对面这些有着诡异忧虑 或者星红眼睛的同类 是一批穿着破烂衣服 披头散发 身体勾搂的人 每个人看上去 更像是从地狱出来的恶鬼 而不是有血有肉的高等生命 看样子 这些人在这些矿洞里 已经待了很久 这个时候 一个人张嘴突出了一个光团 缓慢地升到了这里半空 是他一个职业 或者其他的技能 光团让这里顿时亮了起来 虽然依然有些昏暗 但至少已经可以看得清楚 在清晰起来的视野中 新来的人 也都看清楚了 对面这些人类的模样 全部都吸着冷气 眼神之中出现了 不可一指的含义 不是对这些人的 而是对自己的 因为他们仿佛 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新来的人 看着这些浑身上下 仿佛被污垢包围的人们 这些救人的手中 都拿着和他们一样的钢锥 有些人甚至还拿着两个 只是这些钢锥 明显有些陈旧和磨损 一些甚至还弯曲和断裂 老中看到一些钢锥上 有深褐色的痕迹 时候没脚挑了挑 你这样是不行的 一个救人看了 刚才说话的人一眼 手里举起了两把钢锥 转而对新来的 这几十个人道 吃的还有水 都留下一半 算是见面里 否则 我们只好杀死你们 然后从你们的手里 拿这些东西了 哪怕是满面的乌黑 也可以看到 这个人脸上的争鸣 老中回头看了一下 那个锦容人 弯腰出入的洞口 已经被无声无息的 被一块巨石挡住了 凑重一样的东西 你又不守规矩了 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打破了双方 逐渐紧张的情况 一个同样披散的头发 身上虽然也不干净 但至少比先来的 这帮人整洁的老者 带着不少人 从另外一个方向 走进了这个入口旁边的 巨大石厅 并且新人们发现 这些人的眼中 没有泛绿 或者泛红的情况 老中看着明显 分为两派的救人 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目光在看那些 忧虑星红亮色眼球的人时 就有些含义 老家伙 你还没死呢 那个手持两把 刚追的肮脏男人 黑黑一笑 可是脸上却全都是杀意 两伙人一左一右 开始对峙 分别各有两百多人 而新进来的几十个人 就显得有些势单利孤 我的队伍欢迎你们加入 我们愿意把这里的情况 和你们分享 让你们更加容易活下去 一直活到 我们有机会出去的那一天 相对干净的老者 看着老中等人微微汗手 我叫林一迅 这些是我的孩子们 嘿 装的和好人似的 还不是做着和外面一样的事情 老不死的 他们很快就会认清你的面目 林一迅摇着头 总比你们这帮吃人的家伙好 新人们一听 齐齐地向着林一迅的方向 挪了挪 漠是残酷 吃人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但如果有其他选择 没人会愿意吃同类 对这样的人 进化者们通常都是厌恶和憎恨的 老中刚才想起的事情 就是关于吃人的 因为经常吃人肉的 眼睛会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忧虑或者心红 具体为什么没人清楚 没人去研究这种事情 但前世传言就是这样 今天老中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那个人知道 林一迅只要把这件事情爆出来 那么这些新人 必然会和他的人产生排斥感 今天想要做什么都是不可能的 他再次露出那种黑黑的音效 带着人从另外一边的通道里退走 只是临走之前 他看了一眼老中等人 冷声道 有那么一天 你们会投入我的怀抱的 我等着你们 看着这些人消失在黑油油的通道深处 场边顿时冷清了下来 林一迅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对老中等人挥挥手 示意他们跟上 然后带着人走在了前面 怎么办 跟不跟 有人说话了 虽然这些新人也没认识多久 但这样的形势下 还是让他们更愿意和彼此在一起 跟吧 不跟怎么办 说话的是一个势力的老大 也是之前吐出那个光亮技能的人 他的人大部分都在这边 所以他的话立刻得到了响应 队伍跟着林一迅等人朝着矿洞深处走去 随着深入矿洞 新人们才感觉到这里的庞大 竟然如同一座地下迷宫一样 并且全部是人工开凿 很多人嘴里没说 但心中惊骇 这要多少人多少时间 才能开凿出这样一个矿洞 只有对进化者力量 有着深入了解的老中知道 开凿出这样的一个矿洞 其实对于进化者来说 并不算什么太难以做到的事情 老中很流行两侧的洞壁 希望发现什么 他进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看看那位给自己发帖子的水执士 都希望得到的石珠到底是什么 进而推断名水盛宴的真正木 至于这里的人 他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他看得出来 这个叫做林一迅的老者 并不够成威胁 只是他走了一路 虽然光线很暗 只有队伍里的几根火把亮着 但他还是能够看得清楚 可却什么都没发现 很快 这些人七转八转 就来到了一个虽然比不了 进入矿洞时的那个大厅 但面积也不小的一个石厅之内 只是石头厅并不高 只有一米八九的样子 个头高的人 还需要低着头 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 都坐吧 小亮 让人去周围几个路口放哨 别被那些畜生摸过来 林一迅当先坐在了地上 从腰间的布袋里 取出自己的水瓶 喝了一口 然后看向了那些 站在一起没有坐下 神色有些紧张的新人们 你们坐吧 都是苦命人 以后大家要互相合作才是 另外一些人也纷纷开口 缓和了新人们的情绪后 林一迅才接着道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惑 我一一和你们说 叹了一声 林一迅道 在这个矿洞里 待的时间最久的人 有快一年了吧 其他几个矿洞也是这样 那是第一批被投入进来的人 能活着不容易 我在这里待了大半年 因为进化等级还算可以 被这些孩子们推举为了首领 你们愿意跟着我 那么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不愿意 也可以单独行事 只是我要提醒你们 矿洞很危险 这里也是有变异生命的 并且数量不少 实力很强 一个不小心就会死掉 还有刚才你们看见的 那些黑狗的人 都是致命的威胁 石猪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老中突然开口 让大家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他的脸上 他实在有些不耐烦 听这位老人笼络人心 如果不是这里人 太多地方狭窄 真冲不起来很麻烦 他有意外发生阴沟里翻船 他可能就直接逼问了 老人有些意外的 看了看老中 石猪就是这个 老人用目光阻止了几个 想要过来教训一下 不懂规矩老中的手下 从衣服里掏出了一个 玻璃球大小的灰白色的珠子 直接抛给了老中 老中伸手接过 拿在手里细看 珠子的手感并不怎么光滑 相反还有些粗糙 老中的力量本就大 他把石猪握在手里的时候 有种一捏就能捏碎的感觉 看了四周一眼 老中走到了一个火把的旁边 借着光亮观察 石猪上有一些暗纹 并不规则 里面也没有蕴含什么能量 显然不是材料 老中有些纳闷 如果不是上面的纹路有些特别 那这样的石猪 其实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工上明会特别重视 为什么可以用这东西 从水质是那里画来好东西 你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吗 这是老中第二次发问 如果我知道 我或许就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想要活下去 只能用这种珠子 去每天换取食物和水 林音讯脾气很好 回答了老中的问题 这里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在开采这种珠子吗 是的 所有珠子都一样 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光滑度不同 上面的纹路也不同 如果能够找到 接近玻璃那种光滑程度 并且纹路很规律的珠子 可以换到的食物和水会多一些 我想那应该是品质更高的珠子吧 老中点点头 没再说话 他刚才一直看着那个老人的眼睛 发现他的目光很坦然 声音也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颤抖 心跳更没有乱 有九成是没有说谎的 但我曾经在换食物的时候 听到过一个消息 只是不知道真假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可以单独谈一谈 老中微微一正 点点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坐在那里继续看着食珠 没有一点还给林音讯的样子 其他人看着这一老一少 神情中都有些茫然 林音讯正了正身体 继续说着话 无非就是这里的一些规矩 比如开采到的食珠 要统一交给他来一起去换食物 他的解释是这样 才能拥有一点点的话语权 可以从外面换来更多的物资 人要活下去 是不能只靠一点食物和水的 还需要有舒泰和盐 甚至一些舒缓暗无天日 带来的压力的东西 比如香烟 比如烈酒 甚至毒品 在这个过程中 老人自然会克扣一些 但作为回报 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全 提供开采地点的信息 等诸多情报和便利 黑狗认为我和外面那些人一样 是剥削大家 我不否认我得到了一些好处 我吃的比你们饱一些 喝的水比你们多一些 但我也付出了 我尽可能地保证 你们活着而不是死去 等到有一天 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我还会带着大家冲出去 所以请你们相信我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而一个良好的组织 则是保证一切的根本 老中听了心中冷笑 他不否认这个老人说的 这些合乎逻辑 事实也可能就是这样 但要说他没有一点私心 老中是不幸的 这个林一逊 一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好了 说到这吧 现在是你们做决定的时候了 愿意跟着我的 就留下 不愿意的 那么请离开 末世取得人的信任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老人说了这些 可还是有十几个人离开了 他们显然更愿意相信自己 老中没动 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 很快 新人们被安排好 大家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接着就要干活了 老中一直靠着墙壁坐着 等到周围憨声四起之后 他站起来 跳过地上横七竖八的人 走进了一条通道 那里是林一逊的房间 你来了 一进去 老中就看到林一逊 坐在那里笑着看着他 显然在等着他的到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的一个职业是探视者 老中点点头 接受了这个说法 探视者是辅助职业 可以对一些事物和人 进行探查和估量 显然老人一倒 就看出了他真正的进化问题 心中对这个老人 竟然脸上不动声色了 那么久感到佩服 您是为了这些石珠吧 不要告诉我 你之前说知道一个消息 是骗我的 那样你会死得很惨 不 是真的 但我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带你出去 活着 带我出去 可以 听到承诺 林一逊明显松了口气 然后调整了一下才说到 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矿洞 只是通道而已 真正的矿洞 是下面的一处 遗迹 遗迹 老中重复了一句 心中却有些茫然 遗迹这两个字本身 他自然听过 但是末世里有这种地方吗 不过他并没有 因为没有听过而不信 前世的他地位实在不高 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所以心中将信将疑 不过 老中的心中也隐隐有些兴奋 如果这个遗迹 真的是他所不了解不知道的 那么就意味着 末世的神秘面纱 要再次被他揭开一点点 这就是你听来的消息 林一逊摇头 一记只是我们 对这些石珠开采场的称呼 我听到的消息是 这些石珠据说 可以在明水结界中使用 老中身体骤然绷紧 心说这些石珠真的有用 明水结界 不过马上老中就听到了一个词 明水结界 嗯 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我听到有个管事的人物 确实这么说的 老中点点头 心中信了大半 林一逊被关在这里大半年 对外界的消息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却听到了明水结界 所以他不知道明水盛宴 从这一点基本可以肯定 他没有说谎 同时老中心中有了些猜测 这一次的明水盛宴 不会是在一种次空间中举办吧 他知道地球本来是没有这种次空间的 那么一旦有结界这种东西 一定是大转盘的物品 那么是不是类似于特殊大转盘空间的地方 可特殊大转盘空间 可不会被进化者所控制 那明水结界又是什么 想不明白 老中就不再去想 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 说说这里的事情 老中坐到了林一逊的旁边 听他讲述矿洞一切 矿洞的走向 不知道从何时起 便开始向下蜿蜒而去 周围的通道的人 为迹象越发明显 很明显 开拓这里坑道的时候 要比之前刚进来那里 匆忙粗糙很多 这一条路是林一逊告诉老中的 说可以走到一个很隐秘的 石珠子出产 非常丰富的矿洞去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 这东西有什么用 但老中还是决定 弄一些放在空间里 或许真的可以用到 只是一路走来 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 明明林一逊说 只要看到 就会知道石珠出产在哪里 可现在什么都没有 是还没到地方 还是那家伙在骗人 老中又向前走了一会 便停下了脚步 在火把的照耀下 前面出现了一些 雾状的东西 这种雾气非常非常淡 在这样幽暗的隧道当中 如果不是老中眼力好 真的发现不了 他小心走到这层雾气旁边 从空间中 取出一把匕首 探了进去再抽回 看了一下 匕首没有任何变化 他又把手指尖 微微触碰了一下后 马上挪开 感受了 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谨慎地 从这层迷雾之中穿过 到了这一边 老中回过头 再次看向迷雾 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存在 他只能继续向前 可是只走了两步 身体一顿 右手中的匕首 就甩了出去 钉的一声 匕首刺入了一边的石壁 老中多大的力量 这一下直接刀身 全部没入了进去 只有刀柄在外面 微微颤抖 匕首和石壁碰撞的声音之中 是一声极其微弱的滋滋声 却被老中敏锐捕捉到 他走过去 就看见匕首和石壁之间 一个类似于壁虎 或者蜥蜴一样的生物 被钉在那里 此刻已经死亡 老中拔下匕首 把这个生物拿在手中 发现竟然是一个 三级的变异生命 全身上下和石壁 完全是一个颜色 甚至在水晶之上 还有着一层铜字的皮疼 如同眼皮一样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暂时把水晶隐藏起来 他的皮肤 不仅和石壁同样的颜色 也很坚硬 前端都有锋利的力章 和身体几乎等长的尾巴上 有和钩子一样的结构 异常锐利 掰开他的嘴部 里面是交错的犬牙 同样很坚硬 测试了一下 并没有毒性 老中不认识这种生物 对于已经习惯了 利用前世十年见识 先知先觉的他来说 这种无知 让他感觉很不好 不过有一点他可以确认 这并不是地球的变异动物 变异壁虎和变异蜥 和这东西长得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什么 他把水晶和材料收集了起来 就地强化了一下 那把匕首后继续向前 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在这段时间内 他又遇到了树枝那种生命 有的是二级 有的是三级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就是保护色非常好 利用自身不错的速度 和力量偷袭 对老中没用 可是对同级别 甚至进化等级 在四五级的进化者 威胁着实不小 现在老中知道 为什么无论是黑狗 或者林依逊的人 刚追上都有褐色的痕迹了 那是类似生命的血干涸 后流下的 看来这里不仅暗无天日 还处处危险 正走的老中 突然把火把掐灭 因为他听到了明显的声音在前面 他悄然前过去 就在隧道拐角的一个地方 看到了人类 那是四个拿着钢枝的进化者 三男一女 其中一个男的搭拉着一只受伤的手臂 另外一只 则举着有些像是夜明珠的东西 给正在战斗的同伴照明 其余的两男一女三个人 正在围攻一头成年公牛大小的怪物 老中借着夜明珠发出的光亮 才发现 前面的通道已经大变样 人为的痕迹没有了 仿佛一切都是大自然遗留的一样 石损 石柱 石块遍布周围 一条条七拐八拐 却又互通的通道四通八达的辐射向各个方向 甚至一些石头已经接金化 在光线之中泛着漂亮的色彩 这样的景色让老中想起了诸如喀斯特溶洞之类的地方 这里比那些地方更加的庞大更加的归起 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头怪兽上 老中发现这头怪兽的皮肤不再是和石壁的颜色相同 或者说 不完全是石壁的颜色 而是有了一些这里石头接金化后的样子 如果他不动 就站在这个溶洞中 还真不容被发现 这竟然又是一种极其完美的保护色 这头怪物实力很强 应该已经快要进化到五级了 蹄子很强力 让他异常灵活 让这几个人类根本就无法去伤害他的腹背之处 而他两张嘴 却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哪怕是刚追被咬住了 也会被直接咬断 那个男人的手臂 应该就是这么受伤的 别看攻击力好像只有两张嘴 但是怪兽的身体和头部也是他的优势点 就在老中观察的这一会 已经有一个人类被这头怪物摆动的臀部撞上 直接被撞飞到石壁上 嘴里喷出大量的鲜血 手捂着胸口一时半会起步来 甚至胸骨断没断都不好说 老中眼睛眯了起来 这四个人 进化等级在这矿洞之中可不低 全部都是四星进化者 这个家伙也是四星 四打一竟然如此费力 他想到了林依逊和他提过的 关于矿洞里那些零散在各处 人数加在一起 其实很多的一类人 孤才者 这些人不愿意和人一起 他们都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 踩到的石猪 也自己去换取食物 在林依逊的嘴里 老中听得出来他对这些人的忌惮 他说这些孤才者性格坚毅 甚至扭曲 汗不畏死 不愿意被他和黑狗盘剥 通常会避开四号矿洞的两大势力单独行动 彼此一旦遇见了也会及时退避 而林依逊和黑狗 也不愿意和这些人发生冲突 矿洞内地形复杂 犹如迷宫 发生冲突后 并不容易利用人数的优势击杀这些人 反而会被他们利用地形造成极大的损失 一旦没有抓住他们 这些人还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 如同刺客一样伺机而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一下 所以如果没有必要 对于孤才者 林依逊和黑狗都当作没看见 老中当时听过了之后 很佩服这些人 知道这都是些宁死不屈的家伙 在某程程度上 可比林依逊和黑狗的人有种得多 林依逊还提到 其实在矿洞之中 这些孤才者对地形 对副矿对各种消息的 都要比他和黑狗掌握得多 如果可以 可以找他们了解情况 看了一会 知道这四个人最终会获胜 但是估计要有伤亡 想了下 老中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拿出了那把已经变成白色级别的匕首 故意弄出些脚步绳 然后朝着战场靠近 四个人立刻就发现了老中的出现 嘴里呼喊着注意 手中的动作都慢了下来 其中一个人缠住了怪兽 另外一个人却直接站在了老中和战场之间 显然在防备着他 鬼远点 这头双嘴石牛是我们的猎物 阻拦老中的是个女人 手中举着钢锥 狠狠地看着老中 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漱的缘故 长相已经看不太清楚 只能从声音上听出 这是个很年轻的人 需要我帮忙吗 老中扬了扬了下巴 示意了一下战场 刚才四个人面对这头 被他们称之为双嘴石牛的怪物都费劲 现在两个人受伤 一个人过来阻拦自己 剩下的一个人分 已经被逼得显况连连 显然坚持不了多久 说着 老中还特意扬了扬了手中的白色匕首 这个几人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他们为什么捕猎一头 和自己同级别的变异生命这么费 除了长时间营养不良造成的实力下降外 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身上没有装备 防具暂且不说 就连一把衬手的武器都没有 钢锥在坚硬 那也是地球上普通的钢铁 对一级二级的变异生命 可能还有点作用 可对三级以上的 威胁就不太大 如果有把白色的武器 那么 这个时候 对这把武器的向往 还有身后战斗局势的严峻 让他们心动 再犹豫下去 你们可就要死人了 老中坍坍手 目光却已经落在那头怪物的身上 让 让他 那个被撞飞在一边吐血的人 尖色地说着 显然是四个人的头领 他表示了同意 老中立刻冲了过去 不过他没有展示自己的全部势力 而是把力量压制在了四星进化者左右 如果可以 他并不愿意在这里暴露身份 况且他从林依逊那里 知道了这些孤胎者的性格之后 老中就知道 想要强迫他们说出什么来 估计不太可能 他也不愿意用这种办法来获得信息 因为哪怕这些人说了 他也不知道真假 十个消息 九个是真的 只有一个是假的 但可能这个假的 就是要命的 老中先是尝试了 在这头怪物最后的假铐上 试了尸首感 发现以四星进化者的力量 还侦破不开 那些人看到这一幕都是一皱眉头 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 白瞎了一把好兵器 但是马上他们就发现了不同 老中的刀开始专门挑选 这个变异生命薄弱的地方下手 很快就造成了比他们更多的伤害 并且让他们看到了 什么叫做慢刀子割肉 这头变异生命 坚持了几分钟后 流血至死 几个人这才觉得 这个新来的人实力不错 看到这头双嘴石牛倒下 几个人丝毫不顾老中在场 纷纷涌过来 趴在了这头变异生命的身体上 疯狂地瞬息他的鲜血 甚至那个断了手臂的男人 还在从老中破开的伤口处 想外掏血肉生吃 一边吃 还一边看着老中 老中坍坍手 便是对这个没兴趣 甚至退后了一段距离 几个人这才放心了一些 继续进食 让你见笑了 过了一会 那个之前吐血的男人站了起来 显然伤势没有看起来那么重 你也是孤才者 老中摇摇头 那你想要把这个怎么分 那个人没有意外 因为从老中的衣服上 就看得得出来 这个人是新人 他反而更关注 这头双嘴石牛如何分配 如果我们把这头牛全部让给你 你能不能把你的匕首给我满 那个满嘴都是鲜血的女人 忽然抬起头问道 老中看了一眼 已经被他们喝了差不多全部的血 肉也吃了一大块的变异生命 摇摇头 那女人立刻失望地低下头 你不要吗 这个时候 那个手臂受伤的孤才者站起 手里拿了块鲜血淋漓的肉 就那样走向老中 边走边说着 试图把这块肉递过来 老中专注地看着那块肉 仿佛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 那个人眼中泛起了奇异的色彩 手中的肉块突然跳了起来 下面那颗之前用来照明的珠子 直射老中的面骨 速度很快 发出轻微的呼啸声 其余几个人啊了一声 显然也没想到这个人会发起攻击 在这种距离 根本不可能躲掉 可是让他们惊讶的是 本来好像没有任何防备的 那个年轻男人 仿佛打苍蝇一般 直接把那颗珠子 山飞了 接着血光一闪 那把白色的匕首 就划过了这个男人的喉咙 还能动得手丝死捂着脖子 但是伤口几乎切断了半个脖子 鲜血如雨而下 如何能够堵住 男人不甘地向后栽倒 目光想要捕捉到杀他的人 可是请客间就没有了神采 老中看向了剩下的那几个人 他想要心平气和地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可并不代表着 就会容忍所有的事情 特别是这种 对自己出手的行为 老中在这一世 特别是建立了云顶山庄之后 除了一些大事件时 他已经很少亲自出手杀人 因为已经不需要他去杀人了 或者说亲手杀人了 他的一个决定 甚至一句话 就代表着无数人的生死 可不意味着他就不会杀人 这是他的一种本能 只要有人直接威胁到了老中的生命 他都会绝不犹豫地出手 并且毫不留情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把这几个同伙都干掉 等 等 喝了双嘴石牛的鲜血 那个队长伤势好了一些 他冲着老中急急摆摆手 他和我们并不是一起的 老中冷笑了一下 心中却是不幸的 我们认识 但平时不在一起 那个女人也解释了一句 手中的钢锥举了起来 防备着老中冲来 这反而让老中相信了几分 这些人以为他是一位 同样是四星的进化者 那么以三对一 即便是有人受伤 但也并不惧怕他 之所以解释 那个人可能真的和他们 不是常在一起 这让老中停下了脚步 我刚来需要知道一些消息 老中说了句后继续道 告诉我想知道的 这头牛犬归你 这种交易 对于在这里活得 极其艰苦的人来说 诱惑之大可以想象 老中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他们没有 独吞猎物的心思 在这个幽闭的矿洞中 有的时候 合作员比互相伤害有意义 三个人很快 把这头双嘴石牛分解 不能吃的扔到一边 肉则全部拿走 水晶也收了起来 那些假铐你们不要 在老中看来 这头怪兽的身上 最值钱的地方 除了水晶之外 就要数身体两侧 三角形状的假铐了 没用 另外一个男人 倒是干脆 把两大块肉背在身上 丝毫不管把衣服 弄得满是血污 对两块之中 在老中眼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 不管不顾 老中暗自摇头 虽然在云顶四级的材料 不算什么 但其实在外面 这可是真正容易 流通的好东西 极其容易售卖 并且价格不低 他走过去看了下 这两块甲 绝对是制造护具的 优秀蓝本 这么扔掉 连老中都有些心疼 他把那个 被他杀死的人 衣服撕成条 绑在了两块甲铐上 拽着他们 跟上了三个人 这几个人很讲信誉 边走边回答老中的问题 还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听着这几个孤才者的话 再联系起林依逊的话 老中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这里可能是一个决定 一个地下决定 那层迷雾也并不是什么迷雾 而是混沌壁垒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清楚 为什么这里 会有这些全身保护色的怪兽 才能解释 为什么林依逊等人 会说这里是什么遗迹 才能解释这种神秘石珠的出现 你说 这些石珠 其实是这里变异生命的眼泪 当听到那个女性孤才者 给他提供的这个信息时 老中也难忍心中惊讶 出声询问 嗯 或者说 是他们眼睛之中的分泌物 老中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问道 为什么别人不知道 林依逊可没有和他提过这件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那个队长解释道 小林被这里的一种怪兽抓走过 他被困在巢穴的时候 亲眼看到了这种现象 那些怪兽在安全安静的环境下 会从眼睛里分泌一种液体 这种液体落在这里的岩石之中 就会在几秒内形成这种石珠 只是石珠也因此融入了岩石里 所以需要再前表开采 有什么用你们知道吗 这个问题其实老中只是随口问问 他并不觉得自己都看不出所以然的东西 这几个不知道 被囚禁了多久的四星进化者能够知道 哪怕他们被囚禁之前 在外面也是强力人物 可事实却是 这几个人给出了一个不知道真假的答案 能量的载体 还是那个女人说着话 有人曾经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下 察觉到了这种石珠里 依附了一丝能量 但只有那么一次 所以并不太肯定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多 恰巧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再铁 老中拿出那枚灵依逊送给他的珠子 尝试着向里面注入能量和精神力 可都双双失败 对于这个说法 他将信将疑 现在老中知道这东西真正的作用 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那么自己在这里谨慎的一件事情 就是尽量多的去收集这种珠子 短时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珠子 听到老中的这个问题 那个队长和其他两人互相看了看 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如果你把白色的匕首给我们 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老中毫不犹豫地 把匕首递给了那个男人 这反而让三个人惊讶地愣了愣 有些不确定的结果后 脸上都露出了不可一指的欣喜 他们不知道这个男人 是如何把这样的好东西带进来的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这把好武器归属了他们 以后 他们的狩猎将会更加安全和有效率 食物会逐渐丰富 带来的好处将会是连锁般的多起来 那个背着两大块肉的男人看了看队长 但却看到了队长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老中把他们悄然无声的交流捕捉在了眼中 心中却并没有在意 把武器交了出去 无疑实力会下降 现在三对一的情况 又有武器带手 那个人是在询问 是否要把老中杀掉 聪明人在末世比和平时期 更加讲究利益二字 这位队长没有答应同伴杀掉老中的建议 并不是因为他就是个好人 孤才者虽然名声在外 说话算数 做事更加有原则 但可不是说 他们就没有贪婪之心 队长没有同意对老中动手 是因为现在老中身上 没有一点值得动手的东西 除了一枚石珠外 而对于他们来说 为了一枚并不太难得到的石珠子 并不值得去得罪这个实力很强的四星进化者 更何况 刚才老中还帮助了他们 队长对这个人心中感觉不错 说吧 老中明白他们的这种想法 也并不太在意 这三个人在他面前 就和狮子面前的兔子一样 就算让他们随便出手 也不能把他如何 两种方法 那个队长这么一会 但是身体就恢复了很多 让老中略微意外 猜测他应该是某种体数 或者相关类型的职业者 拥有极好的自愈能力 第一种 就是自己去开采 我们知道一个位置 那里的石珠产量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 只要能够在那里采矿 基本上可以换来足够的食物和水 甚至还能换到其他的好东西 只是那里被很多的怪兽占据 等级很高 直到现在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去那里完成开采作业 队长一边辨认着道路 一边说着 看了老中手中的活把一眼 眼中若有所思 嘴里继续道 这种方法其实你也能猜到 也是侧面证明了石珠 是这里怪兽分泌物的结论 毕竟那里是怪兽老巢嘛 自然分泌的石珠就多 那里不少人都知道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去那里采矿 毕竟这些矿洞里狗活的人 每个人都觉得活得猪狗不如 每个人都想要出去 但是却依然打着自己的算盘 无会去清理这个地方 因为那里只有两条通道可以过去 每一条都不太宽 想要清理那里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人堆 可是谁愿意在前面去送死 带着讥讽的笑着 队长不知道讥笑的是他自己 还是其他人 看到老中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队长便接着说道 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我说的秘密 你被人扔下来的时候 应该是从第四矿洞下来的吧 老中点头 这是事实 但我们都是第三矿洞下来的 嗯 老中震了一下 接着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矿洞之间是相连的 聪明 那个人没想到老中瞬间就想透了 赞赏了一声道 一到四号矿洞 早在几个月前就互相打通了 只是现在只有我们孤才者知道 这和我想要得到石珠有什么关系 老中心中 隐隐有了种猜测 但因为实在是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所以没有说出来 存量 队长摆着手道 这些矿洞已经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 每隔一段时间 都有净化者被扔进来 从最开始的一星二星 到后来的三星四星五星 虽然总是会有人死去 但活下来的人 足以组成一个畸形的小社会了 林怡讯 Fago 就是这个社会所谓的上层人物 当然 在他们不知道的地下 孤才者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王 只是这些王手下的人 依然保持着单独工作的习惯 平时并不聚集在一起而已 果然 老中心里暗赞 队长的话说到这 他就已经差不多清楚了 无非就是这些高层手中 都保留了一些石珠 这些石珠合在一起 就会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量 这些人的手中都有不少石头珠子 如果他们能够给你 那肯定是最快拥有石珠的办法了 说完 这个队长笑了笑 其他的一男一女也笑了 并不是嘲笑老中 而是觉得无论哪种方法都是不可能的 说是秘密 除了四个矿洞互相连接以外 其他的 基本上知道了只会觉得很新奇 但事实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老中很平静 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笑 而是若有所思的想着什么事情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怪 不过他们也没多想 毕竟这是个刚进来的新人 心比天高 命比纸宝很正常 估计是被扔进来 前有人骗他说 用多少石珠可以换来自由之类的 这个实力不错的人当真了 用两条 其实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慢慢融入孤彩者集团后 就能知道的消息 换来一把白色级别的武器 这生意做的太值了 三个人已经有些幻想 今后美好的生活了 人就是这样 当适应了地狱的时候 一丁点好的改变 也会觉得地狱是好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适应性吧 你说的那个里面 全是怪兽的矿洞中 最高等级的怪物 你知道是几级的吗 老中突然问道 啊 哦 队长震了下 心说你还想杀过去怎么的 不过看在白色的武器份上 他还是回答道 有人见过六级的怪兽进去过 但具体 是不是里面最高等级的我 真不太清楚 那你们在这里看到过 七级甚至八级的声音吗 老中不放心地诱吻 你说笑了 谁要是见过这种等级的怪兽 还能活着吗 这样啊 老中做出了决定 现在带我去那里 你要去那里 三个人几乎一口同声 没办法 他们真的想不到这个人 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里是什么地方 那里是怪兽的集中营 是他们的一个老巢 去那里不是找死吗 不去 队长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现在手里虽然有了这么一把白色的武器 但他也没觉得这样 就可以到了去那里冒险的程度 老中笑笑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心中有了初步的构想 这三个人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也没有翻脸 而是示意他们等一下 三个人暗中用眼神交流着 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心中对他确实已经有了疑心 哪怕在心底天高的新人 也不会明知道那里有最高六级的变异生命后 依然要去冒险的 那么这个人脑子不是坏了 就是另有企图 但接下来老中做的事情 却把他们给真的下巴都掉了 只见那个穿着干净衣服的男人 把一直拽着的两块 双嘴石牛的背甲拿了过来 左右看看之后 把三角形的底部互相对齐 接着不知道做了什么 光芒一闪两块 背甲就接了一起 三个人的眼睛顿时就再也无法从那里磨开了 老中看了看 随手从空间里 又取出了一把制造装备时 常用的绿色级别短刀 再两块已经连在一起的甲铐中 央挖了一个圆形的洞 大概人头能够伸过来 之后取了些他之前收集起来的 这里怪物身上的材料放进去 短暂的时间之后 两片背甲就变成了一件白色级别的战甲 虽然这件战甲极其的简陋 就是前后两片 连内部和手臂都防护不了 但好在足够长 一个成年男性套头穿上 足够把下面的第三条腿挡住了 三个人看到这发生在眼前的 神奇一幕久久不语 目光先是留恋在这件 在老中眼中极其简陋 甚至他自己都一点嫌弃的战甲上 之后又看向了那把小巧的 凭空出现的绿色级别的小刀 之后他们终于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之前 能够拿着白色的武器 在这里乱逛了 因为人家有空间装备 几个人看老中的目光 顿时就不同了 一个四星进化者 和一个有空间装备的四星进化者 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而一个拥有工匠职业的四星进化者 那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 面前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个给你们作为带路的报酬 放心 你们只需要把我带到附近就可以 其他的我自己来 队长下意识地接过后 才发现白色的战甲到了手中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 眼中本来有的挣扎 在老中说了这句话后 也消失不见了 又不用自己进去 那还怕什么 他甚至觉得今天是自己的幸运日 先是毫不费力地 用两个没有什么用的消息 换来了一把白色的匕首 现在更是带下路 就能得到一件白色级别的战甲 这好处简直就是捡来的 并且这位队长 虽然因为某些原因 被人扔进了矿洞 很久没有进化过了 但是他现在四星进化者的级别 当初在外面 也绝对是精英级人物 他意识到 或许在这个男人身上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三个人开始带路 只是目光不时掠过老中时 里面都是狂热 他们知道 遇到这样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就在前面不远处 不过到了那边 就不能随意说话 惊动了怪兽之后很麻烦 队长提醒着 虽然老中已经从一个交易对象 变成了巴结对象 但自家的小命更重要 又走了一会 到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 前方是竖个幽深的洞口 三个人停住 用很低的声音道 前面就进入怪兽的领地了 顺利的话 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地方 还有 进去后火把药吸了 只能借着金石的光来认路 没等老中答应 在他们左侧的一个洞口中 突然走出了七八个人 双方骤然碰面 一下子都愣住了 咦 王兴泰 对面也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其他的孤才者 毕竟这里离怪兽的巢穴已经很近 可马上 翟九这些人 就看到了王兴泰 对掌手中的匕首和战甲 他们的目光顿时亮 白色级别的装备 在矿洞中绝度是最好的装备 这些人的神情 从最开始偶遇的意外 变成了贪婪 别起歪心思 我们是三洞炎炎的人 王兴泰也不傻 平时大家遇到了 彼此之间就算不和气 也绝不会起冲突 孤才者在这方面 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两件白色的装备诱惑实在太大 他只希望三洞孤才者的老大炎炎 能够让对方清醒一些 可显然 这些人已经被两件白花花的装备蒙住了心 并且现在八对四 他们有着绝对的优势 翟九这些人中 四星进化者同样有四个 其余人都是三星进化者 可这里是四洞的地盘 翟九黑黑笑了下 带着人就围了过去 看来今天要冲出去了 王兴泰现在很郁闷 刚碰到一个等级很高的工匠 以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但麻烦却突然出现 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我其实挺讨厌被耽误时间的 在旁边一直看热闹的老钟 突然说道 他现在可不是有很多时间的人 翟九这些人 早就看到这个白白净净的男人了 猜到这可能是某个新来的人 并没过于重视 听到他竟然敢说话 纷纷凝笑 想着等下 就让他知道话不能乱说 挺干净的 一个翟九的手下 突然轻声说了一句 让他的同伴们顿了一下 之后爆出了压抑的倾笑 好 等下这个面皮干净的让给你尝尝 这句话说出口 老钟脸上没有表情 心中却怒了起来 堂堂的云顶山庄老大 竟然被人家看中了菊花 老钟很愤怒 但也仅仅是愤怒 他的理智和状态没有丝毫波动 他觉得 既然这些人找死 那么就要费渣利用一下 否则 都对不起他们服用过的进化药剂 对于这些逼过来的人死而不见 老钟的手挥动了一下 在他的脚下 就出现了一件蓝色的椭圆形装备 这一幕让翟九等人停了下来 一副不可置信的 他们一时间没有想清楚 这东西是哪里拿来 你们的那些肉给我吧 回头我给你们一人一身装备 这话是老钟对王兴泰等人所说 他们虽然知道老钟是个 拥有空间装备的工匠 肯定是有好东西 但是突然见到蓝色的装备 哪怕是在四面接敌的情况下 也是深深被吸引 他们还从未见过这个等级的装备 还是唯一的女战士最先反应过来 把双嘴石牛的肉 扔在了老钟的脚下 其他两个人这才照着 老钟拍了拍那摩斯风潮 里面就飞出了四只 经过刘彦宏处理过的银鸟 这一幕开始的时候很神奇 只是结果 当看到这几只不小的魔怪之后 翟九等人先是愣了下 然后一起爆发出了大笑 他们乐得都已经忘记了 身边的矿洞之中 是通往怪兽巢穴的通道 吓死我了 我以为多牛逼呢 我擦 二级的 故弄爷爷我呢 这是要全街我们啊 我真是怕死了 几个人哄笑着 虽然没有那么歇斯底里 但是也足以表达 他们的不屑和嘲笑 都闭嘴 倒是翟九最冷静 呵止了自己的这些同伴 他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 知道普通的音量 不会引出那些怪兽 但是持续性的噪音 就说不准了 只是他的表情 告诉王兴泰等人 他的看法 和他的同伴是相同的 王兴泰三个人看向老钟 心说这个时候 你搞这个干什么 除了让别人知道 你有空间装备之外 没有一点好处 这一下 这些人更不会放过他们了 可是老钟仿佛 这一切都没发生 指挥着这四只银鸟 开始进食这些双嘴石牛的肉 它们特意的嘴部 突然变得巨大无比 每一只都是用吞的方式 一下子吃掉了上百斤的肉块 这一幕看得 所有人都病住了呼吸 哪怕这些银鸟只有两极 但是这种蛇吞金般的进食方式 依然让人类 从心底里感到恐惧 四只银鸟吞掉了肉怪之后 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没有了刚才出现的时候 被周围人群 呲牙咧嘴的样子 安静地落在老钟的脚边 好 我们把他们淡掉吧 一个成员对翟九建一拙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不太好 仿佛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翟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心说自己这个手下真是个蠢蛋 杀掉这些 他们不认识的变异生命 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主意吗 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归属了自己 谁会杀掉自己的战手 翟九已经认出来 那件蓝色装备是个兽池 老钟低头 看着自己的四头战兽 嘴角不屑地上扬 你 你们看 突然一个正对着银鸟的人 指着这些魔怪惊叫了一声 大家寻声看过去 就看见这些银鸟的样子 仿佛萎米了不少 身体还在瑟瑟发抖 别说凶性啊 现在就连普通的野兽都不如 但让这些人惊呆的 不是他们看似不好的状态 而是他们的水晶颜色 本来代表二级的白色水晶 此刻颜色正在飞速地变黑 仅仅是几个呼吸 水晶竟然就变得墨黑一片 黑色的水晶 那代表着三级 等到水晶的颜色不再变化 萎米的银鸟睁开了眼睛 震动翅膀飞了起来 还在半空还画出了几个圈 显然他们此刻的心情非常不错 这一下无论是王兴泰还是翟九 还有其他的所有人 都已经陷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 他们尖色地想着 这些变异生命 就在自己的眼前 从二级进化到了三级 这世界疯了吗 翟九立刻带人后退了几步 现在 随着这些这银鸟的进化 三级了 应该可以了 老中说了一句 大家谁都没听懂 但是并不妨碍 他们从这句话里 感到了丝丝杀气 这话说完 老中突然向前踏了一步 看似很慢 可是当别人意识到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了一个进化者的面前 并且拳头 印在了这个人的喉咙上 一处急走 那个人和和叫了两声 身体一晃 就软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个三星进化者 就这样被一拳秒杀 这还没结束 老中身体连连晃动 又是几下 或者打在喉咙上 或者打在太阳穴上 翟九手下的四个三星进化者 就全部被击杀 翟九等人背脊都凉了 他们根本就没看清楚 老中是如何出手 他们只看到了人意 还有满地的尸体 我们翟九想要说些什么 他也必须说些什么 现在他已经明白 这个人实力远超他们 但老中没给他说完的机会 他示意了一下 四只已经三级的营鸟 那意思很明显 这四个四星的家伙归你了 营鸟们立刻回应地 发出了怪异的叫声 朝着几个人就俯冲了下去 杀了他们 翟九一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那是必须拼命了 他发出了一声极大的怒吼 然后便转身开跑 几个同伴没反应过来 等到看清楚翟九的时候 这个队长已经跑出去了树木 这个时候营鸟到了 和这三个人撞在了一起 连刘彦宏都说 这些营鸟被重塑之后 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变化和增强 虽然他们现在只是三级 可别忘了 他们原来都是五六级的强悍生命 现在基因里 更是加入了八旗微卵的一些生命片段 面对这些实力极其普通 连像样装备都没有的四星进化者时 结果是注定的 这三个人仅仅坚持了几秒 就被营鸟现在层出的攻击手段杀死 而翟九也没有跑出去多远 被老钟抓住扔了回来 看着趴在地上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这个人 老钟有些责怪 你跑了的话 我这四个小家伙不好分啊 看着地面上再次进入了微米状态下的营鸟 王兴泰三个人浑身都在微微的颤抖 今天他们看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先是一个四星进化者 拥有一件空间装备 里面有最高到蓝色等级的装备 接着这个四星进化者 又展现出了他工匠的职业 可以便废为宝 如果说这些他们可以接受 那么这样一个对任何组织来说 都应该当成宝贝供起来的人 却被投入着暗无天日的矿洞 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难以理解 还有他们以为今天必死的局面 却被这个人轻松化解 让他们觉得 这个比他们都年轻的男人 可能不仅仅是个四星进化者 那么他的进入就更变得不可思议 可是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 是这四只变异生命 他们出现的时候 仅仅有二级 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吃了一些肉之后 就变成了三级 现在他们正在向着四级进化 三个人从未见过这种事情 他们的身体虽然也不算行 但是怎么就可以一口吞掉一个人 真的只有一口 然后一百多斤斤二百斤的四星进化者 就被他们吞到了肚子 之后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便再次进入了进化状态 三个人在某个瞬间甚至有些错觉 他们是不是离开地面太久了 以至于跟不上正常的节奏了 老仲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四只银鸟 因为他发现这一次的进化 相比于之前有了些许不同 首先就是银鸟的体型再次变大 现在他们蹲在地上 风后已经和老仲差不多高 其他三只雄性银鸟虽然矮小一些 但是身体线条却更加地流畅硬朗 那些位于身体各处的武器 诸如硬慧 倒钩 翅膀 利爪 都变得越发锋利 其次就是他们的身体上 都出现了全新的特征 在他们的头部和躯干相连的地方 出现了类似于腮部的器官 只是老仲怎么看 这些器官也不像是用来呼吸的 而是用来存储武器的 腮部由一条条20厘米左右的骨质 针刺组成 这是要防护颈部不被伤害吗 老仲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但具体什么用 也只有等待银鸟醒来之后 通过精神联系询问一下 最后 也是变化最明显的 是银鸟全身上下 长出了一层灰褐色的绒毛 这个变化更是让老仲挠头 他不清楚这些这些绒毛是什么作用 甚至弄不清楚这些绒毛 仅仅是进化附带的一种变化 还是另外一种功能型器官 从三级进化到四级 所用的时间明显比之前 二级进化到三级的时候 所需更久 在等待了近十分钟后 四只银鸟才陆续醒来 一睁眼 这四只银鸟的凶性就闭露了出来 赋眼看人的时候 那种冷冰冰仿佛下一刻就要攻击你 感觉非常不好 老仲身为主人倒没觉得什么 可是王兴泰这三个人可就不行了 哪怕现在他们和四只银鸟 同一个进化等级 但却如同被强大的怪兽盯上一样 让他们只能强忍着这种心理上的不适 老仲默默和这个战兽 在精神层面沟通了一下 终于知道他想要得到的信息 那些骨质的腮部真的就是武器 可以再生的 可以发射的骨刺 这无疑弥补了银鸟的远程攻击力 而那些布满了全身的绒毛 哪怕老仲不问 他也知道是什么用 保护 确切地说 拥有变色能力的保护色绒毛 这些绒毛拥有随着环境 而改变颜色的能力 这是从那头石牛身上 得到了基因而造成的变化 事实看似就是这样 但这种类似于掠夺一样的能力 还是让老中心惊 他想到了一个在和平年代 颇为忌讳的词 基因污染 人类在科学上逐渐进步 在对自身的了解上 也到了一个触及本源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证种族的纯净 各国的政府都在为之努力 防范着人类自身 被外来的基因所污染 很多普通人本身 也有这种概念 比如对还没有经过 时间验证的 转基因技术发自心里的 无信任于排斥的 而现在 更加严重的污染 在老中的眼前发生了 这一切如果一定要怪罪某个人 那么也是老中自己 是他支持着 刘彦宏对这方面的研究 看着正在天空飞翔 不断询问自己 其他三个人类 是否可以吃掉的银鸟们 老中恍惚地猜想 要是银鸟不断地吃掉人类 它们会不会有一天 变成和人类类似的生命 吐出一口胸中的浊气 老中让自己不去想这个 现在全球的 都处于大转盘的恐怖统治之下 想这个就有点矫情了 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很严重 但那也是不知道 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让四个家伙先回到摩斯风潮中 王兴泰等人 这才感觉舒服一些 不过对于看到 那么大的四肢飞行变异生命 进入了一个并不大的 兽池类装备中 还是感觉很神奇 几个人进了洞 走了一会后 三个人就对老中表示 前面就是他们所说的洞穴了 老中点头 让他们回去外面等着自己 看到他们离开之后 才从空间装备里拿出装备穿上 召唤出两个元素精灵 开启飞晕之盾后 潜入了洞穴之中 刚一进去 老中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种气味 只有在很多变异生命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形成 那是体味和腐败食物 加上粪便合在一起的味道 没有闻过的人 永远不会知道 让人多么难以忍受 老中没有贸然深入 而是借助着 洞里金石的微光观察人 因为知道这里的生命 都有保护色 他看得非常仔细 这一看之下 哪怕是他 也不由得越发安静起来 洞穴里 墙壁上 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趴着多少怪物 这些怪物和周围的环境 融合得相当完美 要是真有粗心的人 或许真的走进来 也不会发现他们 只是现在可能是这些怪物 没有察觉到危险 他们并不是很安静 不时的有声命动一下 或者变换位置 甚至还会低声地鸣叫 同时老中也看到了石珠 就在灰色的岩石之中 肉眼可见 或许这里是巢穴的缘故 石珠在岩石中密密麻麻的 目测之下 至少就有上万美 老中放了心 再次静静观察了一会 确认了这里并没有比自己 更加强大的存在后 从暗处站了出来 向前迈了一步 整个洞里的变异生命 就躁动了起来 大概是他们没有想到 有人类会进入这里的缘故吧 有那么数秒钟 洞穴的情况比较混乱 但随着老中一记刀光 切断了身边一个怪物的身体 整个洞穴之中的变异生命 彻底乱了 鲜血仿佛刺激到了他们 全部朝着这边涌来 老中的另外一只手里 出现了那把平时 用来工作的绿色匕首 双手持着兵器 也没有用技能 就是那样向前挥着 紫色的地煞月刃 在他的身前幻化出了 无数的影子 凡是碰到这片影子的变异生命 全部被切开了身体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锋锐 偶尔有穿过刀光 到了老中近前的生命 也被另外一只手的武器击杀 很快 老中的脚下 就出现了成堆的尸体 浓郁的血腥味道 开始在整个通道内弥散 头顶传来一声乌叶 老中抬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条仿佛小山似的巨蟒 爬到了头顶 此刻正张开大嘴 朝着他吞来 乌叶声是他的嘴部 发出来的一种 不受控制的肌肉振战共鸣 这是一头六级的怪兽 也是他进入到这里之后 遇到的最高等级生命 如果还是之前 什么装备都没穿的老中 遇到这样的攻击 说不得就要先躲避一下 之后再发起攻击 但现在的老中 是全副武装的 地刹跃刃的跃场 是被动技能 此刻阵营绕在老中的身边 这起到了减缓和阻碍的作用 这条大蛇一样的生命 冲下来很快 但却无法给让他 攻击的目标慌乱 老中只是抬了下刀 就把这条大蛇抽到了一边 如果不是他刚好 劈开了一头 变异生命的头颅 无法马上转过刀刃 这条大蛇估计也要立刻死亡 不过 这里的生命旱不为死 他们仿佛一点都不在意死去的同伴 依然在疯狂地冲击着 老中开始逐渐不能防护周全 身体开始遭到攻击 只是因为有黑云指盾和黑土铠甲带 这些等级和老中差很多生命 并不能造成什么威胁 甚至都破不开三众的防御 但老中却在某个时刻退了一步 绝前老中一直在向前走着 哪怕缓慢 但也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洞穴深处 这是第一次后退 这里的变异生命很敏感 察觉到了这个人类的后退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都不想放过这个扳回劣势的机会 他们更加的疯狂 从各个角度开始涌来 他们要用数量上的优势 把这个敌人淹没 很快 老中的四周就被变异生命包围 哪怕他之前杀了很多 但现在还活着的 还有更多 看上去 老中的形势非常不好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变异生命围住的人 通常其他进化者遇到这种情况 大概只能希望死得快一点 少承受一点被分尸的痛苦 但是下一秒 这里就发生了巨变 数道粗大的龙卷 从老中的身体周围 向着巢穴的四周掠去 凡是在被他们碰到的变异生命 全部被绞成了血肉 龙卷之中的有着无数杀力 组成龙卷的 也不是风 而是月光 杀暴月光龙卷 地煞月刃的能力 可以取消月光场 转化为威力巨大的杀暴月光龙卷 对周围的目标 造成土系和光系的双重伤害 威力虽然和数量成正比 在某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能力的威力 但是这里的洞穴本就不宽 四道杀暴月光龙卷 就已经足以填满这里所有的空间 所以当他们肆虐过之后 洞穴里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唯一能够听见的 就是一些没有死去的变异生命 因为受伤而不时发出的吼叫 老中走过去 把这几个六级的变异生命了结 平复了一下这段时间 激烈战斗有些喘息的胸口 心中衡量了精神力的消耗 觉得没有大爱后 他才开始清理战场 为了保证杀暴月光龙卷的威力 刚才他在使用月光场的时候 注入了不少精神力 说是打扫战场 老中其实只是把他需要的东西挖了出来 比如五级和六级变异生命的水晶和材料 其余的他并没有动 更没有去管个别逃走的怪兽 在这个地下绝地之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未知的生命 想要杀光是不可能的 做完这些之后 老中把四只银鸟放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觅食 之后站在一处岩壁前 挖出了一个石珠放在了手中 东外 那个刚才发生冲突的石厅 王兴泰三个人安静地等着 这么一会 可以明显看到三个人的额头上都见了 自从那个年轻人走下去之后 里面不一会就传来了战斗的声音 并且越发的激烈 他们觉得 那个人一定是疯了 不可否认他的强大 还拥有四只强大的飞行战虫 但是那洞穴里的变异生命成千上万吧 一个人和他们战斗 那不是找死吗 之后 浓郁的血腥味道连这里都可以闻到了 三个人心中满是震撼 那个人真的这么强大 可以坚持这么久 但即便是如此 他们也没有认为老中可以获胜 直到刚才 里面光芒大胜之后 便安静了起来 王兴泰三个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 经过了忐忑不安的商量之后 他们觉得还是进去看看 虽然对于结果他们有了认定 但心中总是有一丝希望存在 当三个人磨磨蹭蹭地进入洞穴 时刻准备转身就跑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正在拿着树莓石株对比的老中 那一刻 他们看到这个人就如同看见了神 那是一身 正好这里的东西 你们自己挑一挑 等到他们进化完毕我们就走 说着 老中指了指 已经是今天第三次进入进化状态的营鸟 最后道 带我去见见你们的那位 颜爷 颜爷并不老 远没有到做人爷的年龄 只是在这个矿洞里 特别是第三矿洞 它却是大爷一般的存在 只是此时颜爷的脸色不太好 因为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并且是一个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颜爷脸上阴晴不定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怎么 我有你们的自由 来换取这点东西都不行吗 老中靠在石壁上 看着颜爷和他颜阵以待的手下 眼中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他被王兴泰三人带来这里 见到这位第三矿洞孤台者的老大颜爷 提出了他的条件 在老中看来 他开出的价码非常高 核心只有两个字 自由 让他们离开这暗无天日的矿洞 重新回到地面去 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处 比如说矿洞那里大量的低级水晶 肉类 材料等等 而他的要求也很简单 第一 去把那个矿洞的石珠都采集出来给他 第二 把石珠的存货给他 第三 在规定的时间内才可以出去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老中的这些条件都不算什么 用这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用处的石头珠子换取自由 这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吗 我不相信你 颜爷突然说到 他阴沉地看着老中 你是个外来人 你从未和我们有一天共同生活在这里 所以 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老中点点头 不再去看颜爷 而是看着这里 大概有三百多人的孤彩者 手指的指上面说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之中有上面那些人的卧底 一句话 让不少人都神色大动 他们想过吗 自然想过 可是后来觉得谁愿意在这里待着找罪兽 于是这种念头也就淡了 现在突然听到老中提起 自然心中一律在起 特别是王兴泰三个人 这一路上已经被老中的实力彻底征服 对这个人的信任已经超过了颜爷 以他们对老中更加了解 这个人绝不会无地放始 下意识地就看向了颜爷 这位工匠大师 说的卧底不会是这个 做了自己等人这么久的老大吧 颜爷那边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陆氏老中道 外来人 你不要瞎说 这里的人都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可不是你随便两句话就可以挑拨的 我倒是看你像是外边的人派来的 否则你怎么可以带着这么好的装备下来 那些人怎么会放过 其他人一听 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本来松动的心重新坚定了起来 那是因为他有空间装备 那些人没有发现 王兴泰在一边替老中辩解 他亲眼看到老中在认真研究石珠 如果是上面派来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石珠的作用 就算不知道 在地表研究岂不是更好 到这里来干什么 而且从之前的谈话中 明显感觉到老中对这里一点都不了解 如果是地表拍过来的人 会这样 王兴泰 别忘记你的身份 颜爷对自己的手下就更不客气了 那样子仿佛要吃人似的 老中轻笑了一下 身体突然朝着前面冲去 急跑发动 几乎瞬间就到了颜爷的面前 其他人进化等级太低 想防备也没有机会 但是颜爷却有准备 看到老中动了 身体跟着发生了变化 肌肉开始鼓胀 头骨裂开胀大 嘴巴伸长 瞬间就完成了血统的发动 狼人血统 老中看到了这一幕 就认出了这个血统 前世这是数量最多的血统之一 高阶很厉害 但是低阶和中阶 只能算是大路破色 瞬间完成了变身的颜爷 对着老中挥出了自己的手 那已经变成了 带着锋利指甲的狼爪 只是他低估了对方的速度 在即将要碰到老中身体的时候 那个人竟然做出了一个侧身的动作 躲开了他的手 之后直接撞进了他的怀中 颜爷感觉腹部一疼 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向后掀去 他亮腔了两步后撞到了石壁 刚想做些什么 脖子就是一紧 一只手捏住了那里 把他生生提了起来 铁锁一般的手指和强烈的窒息 感让颜爷剧烈的挣扎 但是很快身体就变得无力起来 你不是上面派来的艰险 那你能告诉你这些手下 为什么你隐瞒了自己的进化等级吗 你不是五星进化者 而是六星 虽然你这个六星弱了点 后面那些正在涌来 想要对老中动手的人们 听到这句话都停住了 颜爷是六星 他不应该是五星吗 这些人看到颜爷眼睛的变化 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目光里 带着秘密 被突然揭穿后本能的慌乱 上面的人 为了让这里的人 安心地为他们采集石珠 为了不让越来越多的矿工们 联合在一起冲出矿洞 才让你下来的吧 我猜 你一定和矿洞里 其他势力的关系都不太好 可能会时不时地制造出一些小摩擦 玩玩小手段 甚至 你还会经常消失一段时间 去上面享受一下生活 是这样吗 很多事情 当没有被挑明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可一旦有人说出来 每个人就都会想起 这些没有注意过的现象 老中另外一手里 出现了那把绿色级别的匕首 轻轻一挥 颜爷的一只手 就被砍了下来 告诉你知道的所有事情 我就不杀你 否则 你将会失去越来越多的身体器官 三矿洞的人都疯了 这是其他知道矿洞相连的 孤台者共同的念头 三矿洞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以二十人小队的方式 在庞大的地下遗迹中穿行 寻找着每个矿洞里 每个势力的老大 传递着一个 让所有人震撼的信息 有人 可以帮助他们出去 这当然是老中控制了 颜爷的手下之后做的事情 他要把所有矿洞的人 都集中起来 当然 他也没有闲着 他亲自去了第四矿洞 找到了林一迅 把他第一个争取了过来 之后告诉了林一迅一个地点 让所有矿洞势力的老大 去那里集合 这些老大会来吗 老中相信都会来的 无论是真正被囚禁在这里的人 还是上面派来的间隙问 前者是因为希望 后者是因为职责 当四个矿洞的各位老大们 一边消化着层出不穷的消息 一边带着人来到 约定集会地点的时候 他们先是在通道里 看到了三矿洞 孤才者老大爷爷的尸体 进去识听之后 又看到了遍地的潭海 不少人认得出来 这些看不出本来面目的死人 是那个吃人的黑狗和他的手下 于是当他们看向 那个站在尸体中央 身上连一滴鲜血 都没有见到的年轻人之后 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胡闹也不是恶作剧 还是真的要发生了 震慑在先 诱惑在后 事情谈得很顺 这些老大们 全部同意了老冯的方案 老中也不怕他们之中有间谍 因为他已经从 王兴泰和林一逊的嘴里知道 所有矿洞势力的老大都来了 既然这样 他只是轻轻一句 绑着点你们身边的人 谁消失了谁就是叛徒 就让这些人开始互相监督 在自由面前 谁要是破坏了 无疑就是生死大敌 接下来 老中带着矿洞的人 去清理了数个变异生命的巢穴 之后让这些人集体开采石珠 而这些老大的存货也都归了他 他付出的 只是一些白色级别的武器装备 等到老中觉得手头的石珠差不多够了 和这些头目约定了行动的信号 之后利用去上面交换食物和水的机会 悄悄潜了出去 对于他来说 洞口那些最高五级的进化者 真的太弱小了 重新呼吸到了地面的空气 感觉大好的老中在落水 债探查了一圈 把从严爷嘴里得到的 储存石珠的仓库洗劫了一遍 得到了并不太多的石头珠子 之后又去其他地方看了看 没有什么发现后他知道 是时候去明水街报道了 工上明阴沉着脸 看着面前墙壁之中一个被打开的保险柜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纯暴力拆开 用锋利的兵器 那个女助手观察了一下说道 能不说这些废话吗 工上明显的有些暴躁 哪怕是对自己最信任的手下说话 也没有什么好腔调 女助手动了动眼角 这个保险柜是特制的 看切口的平滑 应该是件等级很高的武器 至少金色 工上明N了一声 知道自己刚才有些失态 没有察觉到自己助手话里的意思 损失并不严重 只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产量 犹豫了一下 女助手才到 要看你想怎么解决 工上明走到了椅子上坐下 抱着双臂 闭着眼睛 半想没有出声 女助手的意思他明白 石珠丢失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网大了说 这是五环钱需要的东西 虽然连他也不太清楚具体的作用 但重要性是很高的 甚至工上明觉得 他自己都没有这些石珠种了 他之所以能够做稳落水债的位置 手下的战队越发强盛 都是拜这些石珠所赐 如果这里出了事情 那么也意味着他必定会下台 那个时候 他自己能不能保得住性命都是个问题 网小了说 这件事情其实很好掩盖 丢失的石珠并不多 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蒙混过去 只要把这件事情压住 那么一切就会和之前一样 工上明自然想要把事情压下去 继续他在这里土皇帝的生活 可是 这个盗走了石珠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为什么什么都不拿 只拿走了这些珠子 这个储藏地点是如何泄露的 是碰巧 还是早有预谋 这里会不会和矿洞里有什么关系 很多疑问工上明都无法给自己答 所以他才会犹豫 下面有消息传来吗 没有 女助手的回答让工上明略微安心了一步 想了想又问道 老爷下次上来是在哪天 他刚刚上来过 距离下次上来还有段时间 至少也要十天之后 工上明站了起来 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时刻注意下面的消息 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我 他决定 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随机应变 老钟背了一个大背包 这让他看起来有些怪 里面不是石珠 那东西现在都在他的空间里 现在背包里 都是以前在空间之中的材料和水晶 这些东西 只能给暂时见不得光的石珠让地方 距离明水盛宴邀请韩上的集合地点 还有几公里的时候 老钟遇到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的无比壮硕 身高至少有两米 穿着一身金刚制造的哥特式全身甲 手里提着一把大剑 整个人看上去就如同一尊门神一样 那把剑就是门板 女的就要娇小许多了 一身米色的长袍 手里拿着一根镶嵌着红色宝石的短手杖 一头黑色的长发 披散在身后 随着微风轻摆 避意行动队 高一 避意行动队 凌向雪 老钟看着这两个人点头示意 但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两个人 但对于这两个人 老钟却是早就清楚 避意现在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最开始就组建的情报部 也是现在整个避意人数最多的部门 这些人分散在大地上的各个角落 连老钟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 他们可能是一个荒野中的流浪者 可能是某个公共酒馆的服务员 也可能是某个商队的小队长 他们把得到的消息 一个个发回云顶 在避意的总部归结整理 可以说 他们是整个云顶的眼睛和耳朵 监视着他们所能看到听到的一切 第二部门 是一个从情报部分出来的机构 内部习惯于叫他们前部 云顶的人 则会叫他们间谍部 这些人全部以隐秘的身份 生活在各个势力当中 平时他们并不会和云顶联络 只有在得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或者发生了让他们觉得 有价值的消息时候 才会把信息传回来 甚至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 避意间谍 他们从不会联系云顶 只等着云顶去联系他们 这些人是最特殊的 大多都有至亲之人在云顶生活 最后一个部门 就是行动队 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任务 训练和狩猎是他们的生活主题 只要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手 去清除那些云顶 不希望活在世界上的目标 只是这些人平时 从不会出现在云顶 也不会在任何 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现身 只有老钟知道他们在 这一次下辈和他的战队 无法过来 避意就派出了 行动队的两位成员 跟着老钟 哪怕是现在 他们见过了老钟之后 脸上也再次戴起了面具 高队长 林副队长 辛苦了 这两个人 竟是避意行动队的两位队长 这也是老钟不太高兴的原因 他理解避意 对这次行动的重视 行动队的两个队长 亲自出马 但老钟并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这一次 应该不会有太危险的事情 不过谁说得准呢 要是真遇到什么情况 记得 先以你们自己的安全优先 可是 听到老钟这么说 林向学想要说什么 却被打断 如果真遇到什么 我无法抗拒的危机 你们在和不在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并不是轻视你们 而是在说一个事实 两位队长对视了一眼 一起点头 逼意对于老钟的命令 会坚决地执行 如果不是这次涉及到 自家老大的安危 他们绝不会问你 让你们安排的人 安排好了吗 好了 那走吧 极短的对话之后 三个人一起朝着 约定的地点走去 没走多久 他们就看见了一处 极大的湖泊 而在湖泊的正中央 此刻正处立着一道 凝胶状的细长大门 如同一只眼睛一样 看着逐渐靠近的三人 一阵轰鸣声传来 从远处行来了一支车队 前面是八辆 明显经过改装的机车 造型有些类似于 杀戮都市里的那种 全黑的车身 配上黑色光亮皮甲的骑手 非常的拉风 在八辆机车的后面 则是一台流金色的巨大房车 颜色并不代表着怎么及 而是本身被涂抹成了这种颜色 在阳光之下 真的仿佛如同一辆 金色级别的装备 房车之后 则是同样八辆之前那种 充满了科幻感觉的机车 在后面 是十台气势 飙悍改造乖张的硬派月 在没有交通规则的末世 这支车队在地面上 肆无忌惮地狂奔着 无论是老钟也好 还是身后的两位 毕业行动队的正副队长也罢 他们都不是什么爱说话的人 虽然看到了这支极其显眼的车队 冲着他们而来 也没有过多的惊叹 只是站在那里等着 以他们的身份级别 这样的车队接他们也不过分 然后 他们目送这支车队 从身边擦身而过 呼笑而去 不能否认 那一刻三个人的心中是凌乱的 这样一支车队 竟然不是接自己的 老钟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事情好像和自己预料的不一样 两位行动队的成员 秉承着他们一贯的风格 站在老钟身后一言不发 只是 当他们看到终于有一辆车 过来接他们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终于绷不住了 高一还好 林向雪的脸上明显有些了愤怒 如果仔细看 甚至都能看到他眼中的点点火焰 开来的是一辆电瓶车 那种和平时期经常能够看到的 物业常常在小区里开的 一次能挤进四个人的 无门电瓶车 这个年纪不大的人打着哈欠 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三个人 虽然没有说其他的 但还是能够从表情上 看出他对老钟三个人的轻视 在末世 看一个人厉害不厉害看什么 最直观的就是看装备 一个穿着绿色或者蓝色级别装备的人 那肯定比穿着灰色白色装备的人强大 可老钟三人呢 那个大个子一身金刚铠甲 看着拉风 这要是以前 这一身不得几十万上下 绝对是有钱人的玩具 但现在呢 没有等级顶个屁用 厉害一点的二级变异生命 估计都能在上面开个洞 穿这个东西要防御力 没有防御力 想逃跑都闲沉 那个女的倒是干净漂亮 只是穿着依然没有等级的老白子 手里那短杖是玩具吧 那东西有什么用 就算是件装备 在末世初期还好 现在也早就落伍了 至于前面那个年轻人 那就更扯淡了 一身休闲装 两手空空 身后背了鼓囊囊的大包 也不知道都装了什么破烂 估计是带着绿毛的肉块 掺着杂志的水 这个人暗自摇头 这是来野营呢呀 也没等三个人回答 向后示意了一下道 上来吧 我带你们去签道 三个人坐上去之后 这个小哥开着电瓶车 悠哉悠哉的 向着那个大湖行去 老中心中奇怪 按照道理来说 能够有资格参加名水盛宴 都应该是数得上的大事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一个人 来接待自己的情况 就算不在一云顶 现在的实力和地位 看在之前有过数次交易的份上 怎么也应该派出一位管事来陪同 水寨的进化者 难道事情发生了什么改变 听到老中的这些疑问后 来接他的人哈哈一笑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无论什么事情都一样 这个人竟然很健谈 他直接告诉了老中心中的疑惑 本来这名水盛宴啊 只是邀请了这天下 有数的一些大组织大机构参加 但是你们是怎么听说劲过来的 哈哈 说明消息早就走漏了出去 本来一个好好的机会 生生弄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武林大会 五还钱是什么地方 那是一个死赚钱 赚死钱的地方 他们可以利用一切 能够给他们创造利益的机会 既然消息被很多人知道了 他们干脆就不管了 甚至还推波助澜 让更多的人得知 老中静静地听着 这河洛水寨那边的情况 一点都不一样 知道吗 现在这片大湖周围的各个方向 有很多被五还钱控制的小站 对在做着五本生意 继续保持名水盛宴的神秘感 然后送那些被吸引来的人们到这里 从中赚取不菲的带路费 而我们这样没人家强大的 只能为每天一枚三级水晶的报酬 来这里带路接人 这个人自嘲的笑笑 看到那只大眼睛了吧 我这里是免费的 可是到了湖边 想要去往那只大眼睛 也就是名水界 就需要交纳船费 到了门口 还要再交一笔入门钱 这些就都是五还钱收的 仅仅是这两项 他们就能赚到死 这些天 已经不知道多少人多少势力 交了钱进去了名水界了 当然 如果你有手中有他们发出的情帖 那就可以免费了 这个人哈哈笑着 希望你们兜里的水晶 还够付这两处的费用 这里面 到底有什么老钟试探的问问 这个人神秘一笑 对着老钟挑了挑眉望 老钟伸手从后面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枚三级水晶 放在了他的手边 场亮 这个人眼睛亮了 没想到老钟 竟然能够给他一枚三级水晶 这可是他一天的报酬 其实 名水盛宴就是一个解谜大会 老钟真的惊奇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论调 这个名水界的来历我不清楚 但是打开之后 里面据说有一个广袤的空间 有很多好东西 可并不是什么东西 都是唾手可得的 五环前在把那些 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拿到手之后 还有一些东西 他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 所以办了这场盛宴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起去 解开种种谜题 然后分的那些好东西 这次不仅老钟 连身后两个 一直没有什么表情的 第一行动对正副队长 都有些动怒 这就是名水盛宴的 真正目的吗 我知道你们不信 我呢 也不敢保证我说的就对 但是 嘿嘿 我有个亲戚就在五环前里做事 这些消息也是他告诉我的 我来这里干活 看到老钟他们不太信 就说出了情报的来源 其实啊 要我说 你们压根没有必要进去 大概是觉得拿了老钟等人 一块三级水晶 总得表现出相应的价值 这个人压低声音说着 车速也放慢了少许 为什么这么说 老钟饶有兴趣的问 这个人四处看了看 看到周围没有什么人 这才到 我那个亲戚说 那些没有解开的谜题里面 有一部分是那种 要么非常繁复 要么非常危险的 这些项目 会交给你们这些散户去做 而那些被邀请来的人 则会和五环钱的人一起 去破解那些顶级奖励的 所以啊 你说你凑什么热闹 复杂的那些连五环钱都破不开 你就能破开了 而危险的那些连五环钱都觉得危险 难道你去破解就不危险 兄弟 你和我演员 看你年纪也没我大 老哥我劝你一句 什么都没有命重要 保守着活着 你冒险的活着 活得长久 看着这个人一脸郑重的表情 老钟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 在末世能够碰到这样的人也不容易 不过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老钟来到这里 可不是为了过门而不路的 看到老钟坚持 这个人叹息了一声 也不再劝说 只是说道 那你们进去小心吧 看到不好赶紧撤 命最重要 到了湖边 老钟三人下车 这个人看着三人摇摇头 说了声保重之后 去一边排队等着接下一拨人 老板 怎么走 高一低声叫了一句 意思很明显 是把请帖拿出来直接进去 还是交一些水晶先去 这些小势力的地方看看 老钟笑了笑 你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味道吗 虽然一直在直接听从 这位年轻领袖的命令 但是高一和林向雪 两个人都没有跟在老板身边过 所以并不理解老钟这句话的意思 老钟也不介意 而是眯着眼睛 看着湖中央如同树眼一样的 名水界入口 难难道 我闻到了答案的味道 在交难了每人五块三级水晶之后 等待了一会 三个人和陆陆续续到来的 几十个人上了一艘有些破旧的渔船 朝着湖中心开了过去 船上的人说着话 大多是咒骂五环钱心黑的 他们过来的时候 被宰的最多的也就是 一人两块三级水晶 到了五环钱这里 竟然明晃晃的要五块一个人 据说到了名水界的门口 还要再交一次钱 老钟三人自然不在乎这点水晶 只是对这种被剥削的感觉感同身受 接着 这些人又谈论起名水界的一些新闻 什么里面有怪兽啊 什么里面有水晶啊 什么里面有宝藏啊 说什么的都有 老钟只是听听 从未当真 如果去相信这些 现在表现得很实在 仿佛对大家敞开心扉 分享自己消息的进化者们的话 那么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些人之所以在这里侃侃而谈 无非就是想要诱惑 其他人说出知道的消息 他们自己嘴里没有几句真话 能够在末世活到现在的 都是老奸巨华之辈 就在这时 这些人突然都不出声了 一艘豪华游艇 从后面飞速赶来 很快超过的这艘破烂渔船 甚至因为速度的关系 破开的水浪把渔船冲击得摇摇晃晃 这让不少人破口大骂 行了 发泄一下得了 真让里面的人听到 嫌活够了吗 驾驶渔船的人可不是外围成员了 而是五环前的正式成员 听到这些人骂骂咧咧的 就皱着眉头喊着 我说船老大 之前那拉风的车队接来的人 就是里面坐着的人吧 一个五星进化者 大概自觉实力不错 喊着问道 驾驶渔船的人看了看这个人 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点点头 厉害呀 喂 说说 这里面是什么人 还有 这一次来明水盛宴的大佬都有那些 五环前的人眉毛一条 大戴自己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就如同和平时期说着世界五百强 或者福布斯上的富豪一样的心情 咳嗽了一下道 那可多了 这么说吧 现在滑下右头有脸的人物 大部分都会来 快说说 其他人听到这个纷纷催促 他们虽说在各自的地区 也都是战队队长之类的大人物 但和那些大势力比起来 还是差许多的 现在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无论抱着什么样的心思 都想听听这些 行 我就和你们说说 五环前的人故意卖弄了一下后才说 雪峰的老大赵西哥 红海之海的团长陈阳 开泰阁的老大木远牙 无限冲锋的老大刀扒皮 这个人一连串说了十来个名字 周围的人听了 或许不知道全部 但其中有几个人是听说过的 那都是他附近 或者早就知晓的大势力的头目 平时就是他们惹不起的人物 赵向雪突然哼了哼 显然是不爽这些名字 老钟笑笑 他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位手下不满 因为这些人势力老钟都知道 碧一自然也都知道 消息都是他们给老钟的 可也是因为了解这些势力 碧一的人就越会对这些人失去神秘感 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敬畏之心 在赵向雪看来 云顶山庄随便拿出两个主战战队 都可以把这些所谓的大势力给灭掉 而这些什么赵西割刀扒皮之类的人 也就是个六星进化者 而这个级别 云顶山庄没有五十个也有三十个 高一和赵向雪就都是这个级别 他们有自信 对上这些人他们绝对会完胜 还有呢 其他人自然不甘心只听到几个名字 继续追问 嘿嘿 这些人呢 其实在我们大华下只能算是二流人物 他们还算二流 听到五环前的这位船长这么说 不少人都很惊讶 这些人算二流 那我们这些人算几流 本就和人家差这几个档次 那是 不入流 那当然 因为他们只能排在榜末 榜末 不少人更加疑惑 什么榜末 就连老钟都很好奇 你们不知道吧 就在昨天 我们五环前其他几个权威势力 发布了一期榜单 国去排行榜 国去排行榜 船上的人下意识的向着这个人的方向凑了凑 显然极其的感兴趣 排行榜这东西 本就可以是一种最直接体现实力对比的榜单 在和平时期几乎每个行业都有 在商界有什么十大品牌 五大巨头 三座高山之类 在娱乐界什么阴线明星 三位大佬什么的 在体育界的世界排名等等 每一个 都会被无数人关注 特别是一些让人幸福的榜单 更是成为了权威 被所有人当成了行业标准 末世之中消息闭塞 很多人其实心中对于外面是什么样 自己在整个幸存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心中都非常渴望知晓 而这种排行榜 无疑会给他们一个标杆 虽然不能告诉他们自己究竟是谁 却可以让他们认知到自己在 就连老中都对这种榜单非常的感兴趣 这让他想起了那份初到英诚时候的势力排行榜 当初白凤赵国美他们 为了那份榜单都拼成了什么样子 船长显然对自己抛出的这个话题 让大家这么兴奋很满意 只是说过这话后 却自顾自的开着船 漠然不语了 大家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一个人恍然大悟 获为不愤的看着船长当 我抄 你们五还钱还真是死要钱 这点消息你也要好多 众人一听这才明白 人家这是不想免费说 一些脾气不好的就低声骂着 却也不太敢得罪得很 一些人无奈的看着这个人 还有一些人则漠然不语 看样子是打定主意 别人给不给 不管他自己绝不会掏一分钱 老中看到这种情况 示意了赵向雪 这个女法师不甘的走过去 拿了一枚三级水晶放在了那里 按照道理说 一份可能随时会被大家知道的榜单 一枚三级水晶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位船长看了一眼 竟然微微摇头 赵向雪握着法杖的手就紧了紧 他虽然进入碧翼并没有太长时间 甚至成为六星进化者也没有多久 但是却执行过数次任务 并且极其的成功 因为他是重点培养的对象 下手也符合碧翼很辣无情的风格 所以才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了两位副队长之一 辅佐队长高一统帅行动队 他的脾气可绝对谈不上好 只是想到老大就在身后 这个时候要是自己报起发卖 身份就完全暴露了 于是赵向雪又放下了一枚三级水晶 同时用目光警告这个五环钱的人 不要太过分 这位船长哈哈一笑 把两枚水晶熟练的收入兜里 对大家抱以歉意的微笑 大家别怪我 因为这份榜单以后可不是免费的 那也是要收钱的 我这也是让你们提前熟悉一下规矩 其他人集体冷笑 显然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这个人略微尴尬的咳嗽了两声道 榜单并不是只有一个 而是有五个 五个 这个数字一出 其他人立刻忘记了船长刚才的敛财行为 纷纷询问是哪五个 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国区装备排行榜 国区变异生命排行榜 国区战兽排行榜 和最受关注的 国区个人战力排行榜 船长不再拿稳 干脆的说出了是哪五个榜单 这么多 靠谱吗 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的确 排行榜最重要的是什么 权威性 而如何保证权威性 就是准确 末世不是网络时代 在地球一端发生的消息 另外一端可能几十秒后就知道了 现在别说全世界 就是同一个地区 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要在数天之后 才被其他人知晓 这也难怪被人质疑 但这位船长显然对自己组织 公布的这份榜单很有信心 他傲然道 这个你们放心 我们和那几个组织联绍 榜单准确性我不敢说绝对没有输了 但肯定可以真实反应 绝大部分的情况 大伙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不用太计较 以前那些什么世界排名 就一定是全部正确的 这点倒是真的 网络时代都不能避免 一些数据出现错误 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我先说说我们的敌人吧 船长脸色郑重 其他人也是一样 因为末世的主题 就是人类和变异生命的对抗 每个人也都想知道 大家的对手们 现在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老中认真的听着 在这方面 现在云顶还真就没有专门统计过 榜单上一共有50个 强大的变异生命 数量太多我就不一说了 我只说前10个 船长看着越来越近的 名水街入口 开始说出国区 变异生命排行榜 第十位 红泰山 八级变异生命 听名字大伙就知道 这是一头变异巨猿 一身的红毛 身高超过20米 力大无穷 活动范围在华东地区一个省 最著名的战绩 是他一个家伙 干掉了一个强大的钟情诗群 第九位 白米 八级 是头变异藏羚羊 自然在藏区那边活动 因为最喜欢吃大米饭 所以得了这个名字 据说碰到他的人要想活命 身上就要有大米 最著名的战绩 妄想僧被他用脚顶死了 不少人还没有从 第一个变异巨猿的震撼中 清醒过来 就已经被第九位的白米所震撼 妄想僧这个人 实在是太出名了些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因为这个人在末世初期 一直在用广播 向全国范围播放的他的声音 他的旅程 他的进化过程 进化等级等等信息 都被他公诸于众 很多带着急意携带 并且不容易失去动力的 收音机进化者 都知道了这位 自称为妄想僧的僧侣 那个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惊讶 于他实力进步的快速 大家都相信他的实力 因为他会把狩猎的地点 对象收获和转动 大转盘的信息 都说得清清楚楚 就如同账单一样 由不得大家不信 谎言如果能够做到 这种细致的程度 根本是不可能的 后来虽然电台能用的也不多 但妄想僧还是会偶尔 从他的活动范围内 传出一些消息 只是这位极其有名的僧侣 忽然在两个月前销声匿迹 大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他失踪的时候 进化等级刚刚到了七星的级别 没想到 妄想僧竟然已经死了 还是被这个叫做 百里的变异藏羚羊杀死 大家顿时对这份榜单 有了重新的认识 第八名 利尔 这是一只丧尸 八级 非常罕见的精神类丧尸 自身的势力 或许没有同等级的那些同类强悍 但是却控制着庞大的狮群 我们五环前在城榜之前一直在观察他 他的手下 有超过五十万丧尸 不少人一起哆嗦了一下 都对五十万这个数字感到恐惧 老中也很意外 当初虽然云顶山庄被超过两百万的变异生命攻击 但那都是很多群体集合在一起的 其中几个八级的首领 也是后来临时成为了指挥者 单独一个八级的生命 根本没有五十万的小弟 怪不得这个已经被赐予名字的丧尸 可以排在第八名 第七名 钢夺 八级 怪兽 一个以防御力著称的怪物 曾经在入睡的时候遭到攻击却一直没有醒来 但那些敌人压根就破不开他的防御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第六名 深潭爱丽 八级 这是一只类似于章鱼的怪物 但是生在东南的那个狐狸 狐猎的范围到了上千公里以上 第五名 刺恐灵猫 八级 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家伙 但是基本上看见过他的人大多都死了 这是个没有固定领地的恐怖杀手 因为其体型很小 速度极快 敏捷更高 隐藏于黑暗之中 没人能够察觉到他的行踪 说到第五名 船长的语气越发甚重 仿佛这些生命就在周围似的 第四名 双生魅魔 八级 听到这个名字 老中眉毛一条 他很意外在这个排行榜上听到魅魔的名字 只听那船长继续道 这个双生魅魔有些怪 他最早出现在阴城 后来消失 有一只和他同样级别的变异飞猫宠物 按照道理说 他应该是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可事实上 很多人看到过他 但是这个变异丧尸却极少杀死人类 并且 说到这里 船长顿了一下后才到 并且他 会说人类的语言 这怎么可能 一个人不可置信的说 现在人类大概可以猜测到 当这些变异生命进化到了高等级之后 一些极特殊的种族可能会说人类的语言 但是一个八级生命 还是一个丧尸 会说人言的可能太小了 有人和他交换过东西 船长言之凿凿 很多人都看见过 据说魅魔的长相极为漂亮 如果不是额头的水晶 他和人类几乎没有区别 没人对他动心 有个人双眼放光 显然觉得以人类的智慧 应该可以用一些方法把这个魅魔弄到上 双八级啊 到手了之后那实力立刻爆炸 哪有那么简单 魅魔非常的聪明 虽然他不怎么杀人 但不代表着他不会杀人 不是没人试过 但最后只是丢掉了他们的命 这些试过的人里还有大势力 但却被一页图成 我去变异生命榜第四位 可不是白白排在这里的 那这么强大的魅魔 竟然只能排在第四位 那前三位 说话的人讲到一半突然就停了下来 但大家都知道他后面的话是什么 船长点点头 是的 前三名 都是九级的变异生命 掏出水瓶喝了看口水 他又说道 地球上的九级生命肯定不止这些 甚至华夏可能也不止三个 但我们发现并且确定的 就是这三位 第三名 九级 人狮 这是一头森林里的变异狮子 没错 不在草原 在森林中 因为可以如同人类一样行走 所以被最初发现的人叫做人师 后来也就没改 大家静静听着 老中也是如此 B的确有过九级生命的消息传来 但是都有些不确定 他也没有让自己的手下去冒着生命危险去追寻答案 因为没有必要 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 九级变异生命还是过于强大了 他宁可去一副人王城面对九级的胜负 也不愿意面对这里的九级怪兽 人类想要挑战这样的存在 至少也要一些大势力的核心人员都达到八星台形 这样才有机会联手杀掉一头九级生命 大家等着 但船长却不说了 有人问他又要钱 船长摇头 说没了 其他人又问为什么 他说能够确定这个九级生命在南方的森林中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要得到其他信息 这个真没有 见过九级生命的都死了 能够确定他们存在 五环前和那几个机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二名 布瓜 九级 一种沙漠里会飞的怪鸟 叫声类似于布瓜两个字的发音 也搞不清楚是变异生命还是怪兽 反正被人见到过 因为可以飞行 所以把他排在了人尸的前面 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一名 船长遇了口气 海王 九级 一只丧尸 真正的尸王 在那片人口最多的城市带里独来独往 但战力无双 没有什么是他的对手 老钟身体不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突然问道 那为什么把他排在第一 只是因为他曾经是我们人类 船老大看了老钟一眼 看到照相雪乖巧地坐在他身后 知道刚才的水晶其实应该是这个人给的 对老钟点头示意了一下道 当然是有理由的 有人远远地看到过凯王进入了前海 和一头海中的九级生命战斗 他是最后的胜利坊 众人恍然 原来如此啊 一个能够战胜抗击的九级生命 那么明显是最强的 这几乎无可争论 老钟低着头 来掩饰眼中情绪的剧烈波动 是凯王 今天是凯王 前世赫赫有名的死神 这一世依然是九级 如果只是一个九级生命的名字 是不会让老钟如此激动的 人适合不刮忠 后者他就听说过 但凯王不同 因为前世老钟参与过一次行动 给数个大势力清理外围 他本来压根就不知道人家要干什么 行动过后许久他才知道 那些人其实是在几百公里外 猎杀一头九级生命 而那个被猎杀的生命 就是凯王 而通过事后的一些消息 老钟知道了一个 他当初听到只是觉得新奇 而现在想起来却让他心跳加速的 秘密 他知道这个九级生命的弱点 其他人自然不知道老钟此刻的想法 只是纷纷议论着这个变异生命的排行法 无论在任何时候 每一个榜单 自然都会有意义 很多人表示着不赞同 说在某某地方有个强大的变异生命 应该可以进入前世的 有人说这上面全都是变异动物或者怪兽 那些变异植物呢 它们之中强大的个体 绝对不会比这些变异动物弱 还有人说海里的生命 肯定不知道有多少个九级了 这榜单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 也有人觉得这份排行榜还是不错的 用自己听来的一些传说 去印证上面这些名字的 一些变异植物自然是强大的 不过说实话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在人际 罕至森林雨林或者茂密的植物袋 这并不好寻找 并且 它们的水晶也不知道隐藏在身体的哪里 这一点 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吧 听到船长这么说 议论声音逐渐降低直到消失 这个世界太大 我们又太渺小 不可能知道全部 这份排行榜其实已经是用心之作 大家就不要太苛刻了 有一个年纪大一些人的唏嘘说着 他觉得 这榜单已经可以让人们有效了解 现在顶级变异生命处于什么位置 作为一种标单已经足够资格 老钟这个时候已经缓了过来 他想清楚了 知道了凯王的弱点又如何 那可是九级的生命 如果单独对上他 没有相同的进化级别 知道弱点也没用 那说说其他的排行榜吧 一共五个 现在只听到了一个 自然有人心急 行 那我们再说说国区战兽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比较特殊 整个榜单只发了前二十名 并且里面的战兽都是纯粹的变异生命 并不包括召唤物和非永久的那些 咱们还是从第十名说起 船长这一次的语速很快 大便是觉得快要到岸了 要是军第二军军长的战兽 猎天鹰 六级 罕见的飞行种类 第九名 名城守卫团老大的战兽 幽名黄金蟒 六级 一种能够使用黑暗能量的变异蟒蛇 第八名 再造华山的首领秦诺的战兽 小罗珍 六级 是一头类人形态的怪兽 秦诺起的这个名字 据说是怀念他死去的孩子 第七名 九龙的战兽 六级 对 就是那只著名的便衣大蚯蚓 九宝 一人一兽 末世里的独行者 第六名 挺供那位年长者的乌龟战宠 千年 六级 在那片湖上绝对的大口 船长一口气说出了五个战兽 全部都是六级的 如果老中三人不在船上 这些人估计连这些战兽的等级都不如 现在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 心情难免有些复杂 前五名 都是七级 一句话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又全部都吸引了回来 第五名 十人魔连锁那位神秘东家的战兽杨峰 诡异的拥有独立思维和行动能力的能量体战兽 第四名 反抗区张和泰的战兽 蓝精 一头拥有蓝色眼珠的变异白 第三名 万兽庄园的老大 自称兽王的李大千的战兽 斑斓巨雄 第二名 神堂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所长的战兽 天羽魔腾 非常罕见的变异植物 据说能力异常强悍 但只听齐鸣 没人见过 老中诧异的看着这个诉说着国区战兽排行榜的人 心说神堂在制造生命这方面能力非常强悍 虽说和云顶山庄走的是两条路子 但绝对是这个国家甚至世界顶尖的水准 那位神堂的所长给他自己弄一头强大战兽 老中一点都不意外 至于那些拼凑出来的八级生命没有上榜也正常 毕竟那并不是自然的进化体 他意外的是 神堂所长的战兽 这个叫做天羽魔腾的职务 只是七级 并且竟然没有排在第一位 那第一位的是谁 这位五环前的内部人员给出了答案 第一名 依然是万寿庄园 只是这头战兽并没有固定的主人 他受到五个人的集体控制 议论声又起 这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些匪夷所思 只有老中若有所思 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就是 早使 一种被命名为了我们古代神话中一种生命称号的强悍存在 并且 他不是七级 而是八级 这不可能 一些人立刻不同意地喊着 并且也说出了他们的理由 现在整个人类 还没听说过谁是确定了的八星进化者 怎么可能有战兽是八级的 这不是要主入宠墙 不怕被反噬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除了那些特别稳固的主宠契约外 其他形式的联系 都会受到主人和战兽双方实力波动的影响 只有老中微微摇头 因为刚才船长的话已经给了他答案 五个人共同拥有一只战兽的控制权 这种形式只有一种可能会造成 就是这个万寿庄园 拥有至少是中型 甚至是大型的兽式装备 兄弟 这个世界发生过的神奇事情还不够多吗 连他尿大转盘这种扯淡的东西都有了 那么一个集体拥有八级的战兽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点 如果说其他战兽 大家还可以怀疑实力如何 那么这个早始根本没必要 因为他会在某个特殊的地方沉睡 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出战 我们五环前的人亲眼看望 团长解释着 你气笃定 那你这个也不准 照相雪突然开头 看到大家都看向了他 这位毕业的副队长一脸不愤 据我所知 云顶山庄就有一头战宠 实力决度可以排在前十 甚至前五 云顶山庄虽然现在也算是超级势力之一 但是毕竟进入这个行列的时间比较短 漠视消息流通的慢 英城周围的那一大片势力范围内还好 附近的一些地方 因为那个悬赏知道的人也不少 但是在其他地区 云顶在普通人进化者中并不是很出名 至少这艘船上大半的人就不知道 美女 你说的是大黄吧 岂知这位船长竟然知道 他笑笑说 云顶的那位老大是个强人 他其实是有战兽上榜的 只是没进前十 就是他的那群飞行战宠 还在第十三位 至于大黄 你说的也没错 他的实力进前五没问题 但是 他现在处于贫死状态 已经不能战斗了 有一些不知道大黄是怎么回事的人低声讨论着 几个消息灵通的人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 让大家大概的知道了点关于那只强悍黄金斗的情况 虽然不可否认云顶山庄现在的强大 但是这只进入了金属化状态的战兽 说实话 至少我们五环前内部一些在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认为 恢复的机会不大 或许以后 只能作为一种图腾和纪念摆在云顶山庄之内 照相雪还想说什么 却看到老钟暗中做了一个动作 这才不再言语 这位船长显然对大黄的事情真的有些了解 看着照相雪道 估计美女你是云顶山庄附近过来的 对那只黄金斗很熟悉 但我说的也是事实 其实依我看来 几个排行榜的变动以后都不会小 哪个出现了意外或许就下榜了 谁运气爆棚实力猛掌或许就进榜了 所以啊 等到云顶的人把大黄救活了 他或许就一名惊人了呢 如果真是那样 云顶的老大在把他的那群飞行战兽升升级 或许是国区战兽排行榜上就有他两个位置了 照相雪听到这个人这么说 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一些 说说其他的排行榜吧 一些人看到靠岸在即 纷飞要求船长说说其他的榜单 他们对于另外三个更加感兴趣 好 那我们说说国服装备排行榜 船长黑黑一笑 依然是前世民啊 其他的你们到了名水界之后自己去看 第十名 光级训练台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金色 听到这个名字和等级 船上的人发出了轻声的感叹 对于他们这些还在为了全身白色装备而奋斗 因为得到一件绿色装备而欣喜若狂的人来说 金色级别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梦想中的东西 乍一听到前世民中全部都是金色和金色级别以上的 都被震惊的无以复加 他们深深的意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顶级进化者之间的差距 身处这些人当中 老中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因为前世的他连这些人都是远远不如的 这些人至少也是一方的大人物 战队队长的级别 进化等级四星左右 而前世的他在这个时间点 也才三星而已 只是让他略有意外的是 之前两个榜单都没有云顶和自己的名字 而装备这个排行榜上第十名就是光级训练台 这件装备可了不得 这是一个可以模拟任何变异生命战斗的机器 只要把变异生命放入进去完成类似于数据收集的行为 那么以后 进化者就可以进入训练台 和这种变异生命进行逼真度极高的对战 凡将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 大家也都知道 经验有的时候比等级重要 在关键时刻是会救命的 试想一下在野外看到一个变异生命 在实力不变的情况下 初次见面什么都不知道更安全 还是早就和这个家伙虚拟中打步无数次更安全 显然是后者 如果没有经历过漠视 肯定无法理解这件装备的意义 但大家都已经在这危险的世界里生活了两年 自然可以感受到光级训练台的牛逼 许多人感叹 这简直就是提升战斗力的最佳途径啊 第九名 玛雅圣杯 拥有势力 王者科技 级别 金色 这和第十名的光级训练台一样 是一件辅助装备 功能就是 净水 船长顿了一下 没等其他人询问就继续道 当然不是普通的净水 而是可以把被污染的水 变成干净的水 把干净的水 变成可以增加人体能量的水 据说呀 具体功能说好几种 净化过的水有的可以治疗伤势 有的可以恢复体力 有的可以清除负面状态等等 这个厉害 有人忍不住喝彩 哪怕这件装备不是它的 但能够拥有这样的功能 也让它听得没配色物 可以让水拥有如此多的功能 这件玛雅圣杯连老中听了 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只是不知道那些水的具体功用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所以老中暂时也无法分辨出 这东西具体对人体的作用 第八名 暗生之笔 拥有者 优 级别 金色 说起这把武器 其实排在这个位置是有争议的 因为金色级以上的装备 可以掩盖色彩 所以我们的人想要追踪 所有这个等级的装备很困难 只能从一些确定了 级别属性的装备之中 来进行排行 而这件装备的等级 其实只是听人说过 能够排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这个拥有者优的一次战绩 这句话在前世很流行 这足以说明顶级装备 在某些时候 已经超越了他们本身 都被赋予了某些特定事件和经历 这位优大家或许不清楚是谁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是位杀手 他曾经刺杀过一个 拥有金色武器的势力老大 当时有人看到这把匕首 切断了他刺杀目标的同级别武器 这是我们把它排在这个位置的根据 云顶的三个人听到 优这个名字全部都没有任何表情 但他们的心中却知道 这个人 是云顶的人 确切地说 就是必义行动队的人 这把暗生之笔 本就是老钟从大转盘上得到的 只是他没想到 竟然会排在这么高的位置 他并没有觉得那把匕首有多么厉害 除了松了一些 看了看这位船长 老钟突然意识到 这个人 估计在五环前中也颇有地位 如果不是这样 就是五环前专门安排的这样的人 估计在这个通往名水界的过程中 来向这些进化者 故意透露这些消息 看来五环前对于这份榜单 看得很重 估计是被当成 进入各大势力的跳板了 第七名 笑天战骑 拥有势力 要是军 级别 金色 这是一件辅助和攻击防御 全功能的装备 在装备范围内的几方战士 会得到身体素质的加成 并且笑天战骑 还拥有释放群体防护技能的能力 至于攻击的能力 我们只知道确实存在 但具体是什么方式 拒不得而知了 这个时候 哪怕是渔船再怎么缓慢 也已经接近了名水界的入口 大家发现这里 已经被建成了一个 临时的水上码头 几十只搜个式的船只 或者停泊在这里 或者正在离开 在周围各个方向的湖面上 还有不少正在开往这里 第六名 诺诺的野游伴侣 拥有势力 云炳山庄 级别 听到这位船长说没有级别 立刻引起了众人躁动 纷纷询问原因 这是一件战功装备 具体如何来的 我等一下和大家解释 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套装备 一共四件 被云炳的一对双胞胎姐妹穿着 非常的强力 据我们的不完全了解 装备就有互相提升战斗力防御力 武器攻击等能力 最厉害的 是可以召唤了三种方式的战斗侍从 最厉害的一种叫做公主骑士 实力丝毫不亚于六星进化者 甚至比六星进化者都要强 真的假的呀 这不可能 很多人都不相信 这样的一套装备能有这么强力 那别人怎么活 还有没有级别 那这东西是什么 只是船长微微一笑 非但没有解释 反而说起了下一个 第五名 甲级战争堡垒 拥有势力 反抗区 级别 金色 这件装备更厉害 因为这是人类科技和大转盘科技的完美结合 功能极其的强悍 载人作战 陆海空三七作战 攻坚战 防御战等等 几乎适合各种类型的战斗 按照道理说 虽然甲级战争堡垒很强 但是毕竟弱点也很明显 因为它非常的大 和一栋楼房一样 所以会让它非常的显眼 非常容易被锁定和攻击 但排境前五 是因为两点 第一 它的攻击方式多样 单体群体都有 特别适合大场面的群体战斗 这是之前那些装备无法比拟的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 它拥有量产的可能 这句话 让不少人听得目瞪口呆 量产 金色装备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 无异于天方夜谭 超出他们的层次太远了 一个个手中连绿色级别的装备都是凤毛灵脚 听到人家说可能量产金色 这种剧烈的落差感 足以让任何人从兴奋到悲伤 红云端到地下 红硬硬的到软软的 第四名 金能膜弹枪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荣氏圣衣 拥有势力 反抗区 级别 蓝色 双排名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渔船已经停靠在了临时的水上码头 但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船停了 实在是被这个双排名弄得心仰难难 为什么第四名有两件装备 为什么蓝色级别的装备和紫色级别的装备并练 面对大家集体的疑问 这位船长解答道 金能膜弹枪自然没得说 一把紫色的使用水晶作为动力源的近距离线弹枪 威力巨大 据说还是一种化时代意义的人造武器的原理来源 攻击可以附带元素系能量 切得类型伤害 小范围攻击 威力恐怖 至于为什么荣氏圣衣这种蓝色级别的装备可以排在第四名 并且和紫色武器并列 那是因为这种装备是成套的 是人类顶级工匠制造的 甲级战争堡垒还是人类制造的呢 还是金色的级别 却只能排在第五位 这个怎么就能排在堡垒的前面 船长一笑 因为荣氏圣衣的特性决定的 这一套荣氏圣衣有五件 头盔 上下的战甲 战靴和腰带 每一件都是蓝色级别 但合在一起成为套装 其中的一个属性就是 它们的实际能力 会跃升一个等级 成为和金色级别相差无几的装备 换言之 这是五件金色装备 你们说 五件金色和一件紫色 还在一起有什么不可 众人恍然 原来是这样 红石对这位能够制造出 如此强力装备的工匠 从心里感到羡慕和敬佩 当大家还在被大转盘 决定命运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改变着许多人的命运 老仲也暗自叹息 这位反抗据文仲手下的神秘工匠 真的是每一次都可以给他一惊喜 一段时间过后 他竟然已经可以制造出 蓝色级别的荣氏圣衣了 他来光耀离开之后 文仲对这位工匠 是下了大力气培养的 我们说快一点吧 船长看了一眼码头 第三名 战功勋章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金色 你们一定有疑问 之前的排名都已经到了紫色的级别 怎么又有金色装备出现 是的 你们没猜错 这种战功勋章依然是套装 并且还自带了一个战功系统 它自身自然是强大的 但没有强大到和前世民的这些装备相比 可是你们知道吗 排在第六名的诺诺的野游半年 就是从战功勋章里面的战功系统兑换出来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诺诺的野游伴侣没有等级了吧 因为他们是一套战功装备 能够出产一套排名第六的装备 未来可能还会产出更多 你们说 战功勋章有没有资格排进前三 这么一说 别说其他人 就连老中自己都觉得 战功勋章非常了的不起 第二名 四项面具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这件紫装的出事 有很多人亲眼看见 拥有四个元素系的攻击 并且附带四种状态 比如冻结灼烧等 造成双重伤害 当然 我们不是很了解 据说还有特殊的能力 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船长唏嘘了一声 第一名 我也直接说了吧 你们可能想得到 也可能想不到 直说吧 投名就是地上月刃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又是云顶山庄 这是哪路神仙 你们这排行榜是不是搞错了 全是这个云顶山庄 你们五环前一件都没有 就是 我知道很多大势力的老大手里 都有一肠强悍的装备 你们这个有点扯淡吧 对于排名第一位的装备 依然来自云顶山庄 很多人表示了不解和质疑 这些在各自地区 都有一定地位的人 多少知道一点高层的情况 比如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反抗区 毕竟反抗区在广袤的国土上 几乎处处处都在 很多人知道要是军 因为要是军的分布 遍布各个角落 自然 大家也都知道 无孔不入的五环前 只是 毕竟知道云顶的不多 所以对这种霸绑的行为 发自心底的不满 说白了 还是对云顶不信任 船长摆摆手 还是之前那句话 这种榜单肯定有疏漏 特别是金色级别以上的武器装备 可以随时隐移代表等级的光芒 我们就更不能保证 排行榜百分百的正确 但哪怕有什么疑漏 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以后的榜单最多 就是有新赌进来的装备入榜 还明次序会有些变化而已 那你那么肯定 这把地煞月刃就是第一 我看没有战功勋章好吧 甚至我觉得还不如荣誓圣衣 有个人说出疑问 这也正常 毕竟地煞月刃有什么能力 全部都是个未知数 价值上怎么可能超过 未来无限可能的战功勋章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你可以去质疑排行榜上 其他九件装备里的任何一个 但这把地煞月刃 却是无可争议的第一 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理由 我们需要一个理由 那个人继续问 这件装备刚刚出世不久 我们之前只是在猜测它的存在 但随后得到了印证 船长从早就没有玻璃的 简陋驾驶舱中出来 看了眼暗边后道 风月刀这个名字你们或许不知道 但流传甚广的白色战刀 你们应该清楚 那位 对 你后面背着的就是 那个被点了出来的人 把战刀拿在手中 果然是一把白色级别的风月刀 老钟早就看见 也并不意外 因为风月刀 他曾经给许多人 还有势力提供过 数量不少 当然 这些都是没有加入鬼精的 融入的只是普通的材料 由于风月刀 风月刀已经问世超过了两年 所以在末世之中 当成是一种强力兵器流通 也很正常 这其实是一张叫做 战刀月刹的图纸物品 风月刀是这份图纸中 等级最低的一份产物 而地煞月刃 则是最后最强的那种 月刹的加强版 初始级别就是紫色 众人沉默 如果是这样 那的确是很强力的 只是 这依然不足以证明 让他排在第一位 我们的专业人士 从战刀风月刀 还有之前出现过的 下一集武器战刀五沙中 推测出了一些 地煞月刃的属性 结论是非常惊人的 并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大转盘上 曾经得到过一个装备 每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 武器装备进行一次探测 最强的能量源 就是地煞月刃 甚至这个名字 都是大转盘独自赋予的 大家这才可以接受 毕竟 大转盘上总是会有些 极其特殊的装备 被他承认 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这云顶山庄怎么这么厉害 船长叹息回答 因为他们的老大老中 是位非常优秀的工匠 地煞月刃就是他的作品 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这把兵器 可以排在第一了吧 因为就和甲级战争堡垒一样 他的作者给他偏色不少 虽然制造这种装备 材料极其的难以寻找 成功率更会低的令人发指 但是 都不能否认他的可以复制性 这句话刚说完 停靠的临时码头上 就过来一对五环前的进化者 让船上的人赶紧下船 之后让船长去对岸再去接人 虽然众人很不愿意 因为还有两个 最关键的榜单没有听到 但到了人家的地盘 就要听人家的命令 于是只能不甘地上了码头 再指引下朝着 名水界的入口走过去 老中三人也跟着上岸 走在这些人的最后 和前面的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老板 我们内部是不是 高一低声在老中的身边说着 间谍 老中想了想 眼睛肯定是有的 但应该没有深入我们核心 那您的兵器 怎么被他们了解到了 连我们都不太清楚 他们连名字都说出来了 照相雪和高一一样的心思 都觉得云顶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不 应该是材料出了问题 材料 两个人不太明白 材料还能出问题 那个人说的应该是真的 五环前拥有某些 能够衡量装备强度的设备 但他们知道地煞月刃 应该是我们买进的那些材料上 被人下了某种标记 想到之前地煞月刃的材料 老中知道被人小小的算计了一把 当时就是五环前 给他提供了脚跃血石 并且趁机送上了名水盛宴的情景 还和老中达成了一些 关于基因生命方面的协议 这一次老中到来 其中的一项任务 就是和那位水执士商量具体的合作细节 而很明显 当时的五环前 或者说那位水执士就掌握了云顶许多的信息 甚至根据老中拥有的战刀图纸 推测出了所需的材料 进而做下了手脚 虽然这种手脚对老中并没有什么损害 更多的是一种对他制造水准的监测 但这依然让想明白了这些事情的老中有些挠 同时也对五环前的实力有了重新的认识 那位水执士据说只是五大执士之一 就可以把手伸得那么长 还拥有那么专业的人才 看了看到了镜前 显得无比巨大的名水界入口 老中觉得他不像是一只树立的眼睛了 而是一张吞噬万物的嘴 时间向前推一点 就在刚才老中等人没有下船的时候 那缩被渔船上的人极度的豪华游艇上 两个女人站在窗前说着话 和渔船擦身而过时 一个女人突然疑了一声 怎么了 另外一位女伴问道 这个女人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摇摇头 我可能是看错了 你啊 最近老是疑神疑鬼的 好好养足精神吧 五环前需要你的能力 破开了静置 我们就能分得三分之一 那我成为富婆的梦想就实现了 女人一听 便扑斥一笑 对同伴翻了个妩媚的白眼 交难了每个人五枚三级水晶的费用 老中三个人进入了名水界 对于这种明显属于刺空间的地方 无论是谁第一次进入都会防备着 穿过那种明娇一样的大门时 身体有一种和灵魂分开的错觉 不过进入之后 立刻就有了柳暗花明的蓬勃感 或许是叫做明水界的原因 空间中很明亮 抬头望去 可以看到水样的光芒在上空荡漾 空间之中有些好闻的淡淡香气 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出来的 地面则是淡蓝色的结晶体 使劲踏上的时候 有些金属声音传来 四周空间很广 有各色的光线交织着 让大家无法看清楚这些光线中的情况 色彩还在缓缓变化 隐约带着某种规律 一些感知敏锐的人 都感觉到了空间中被某些规则所固定 那几乎不是人力所能改变 老钟看着四周 在猜测和试探着镇 在入口的左前方 摆放着一片华丽的白玉区 做成了花园的样子 里面不少进化者进出 而在右前方 则是一排排的银色金属参台参架 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精美的食物 食材能够看得出很有漠视的风格 但是样式和这种品味 却是和平时期大型高级宴会的习惯 这些食物之外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青菜类和甜点 而在旁边 还摆放着最少有数十种的中外名酒 有一些进化者正在挑选食物 不过吃相很好 仿佛进入了这里之后 已经与外面的漠视隔绝了开来 性子都变了 这个时候后面来了一队人 足有数百人 装备都很好 平均都在白色级别 其中四五位明显是领头之人 身上更是绿光闪闪 其中一位的手腕上 还带着一件蓝色级别的护腕 在几个头领身边 陪同的是为五还钱的人 老钟不认识这个人 但却认识这个人胸前佩戴的徽章 那是当初和他进行交易的 那位刘承玉同样的款式 显然这人地位不低 应该是某个直视的亲近心腹 他所陪同的这些人 自然也是某个大势力 让老钟三人关注的肯定 不是因为他们的装备 这种程度的装备 是云顶一年前的水平 让三个人一直没有移开目光的事 这队人正常朝着那些色彩斑斓的光线走去 他们到了近前 那位五还钱的人 拿出一根二十多厘米长的细细木棍 对着光线一挥 那些光线立刻向着周围滑开 露出了后面的别有洞天 这队人进去之后 光线重新恢复了原状 这神奇的一幕 让许多刚刚进来的进化者 看得感叹不已 目视之中 真的有太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了 刚刚进来的各位进化者们 请到这边登记 之后领取名牌 这将是你们此行的唯一凭证 在后续的活动中 都需要这个名牌才可以 所以请大家注意保管 一个优美的女生 从路口左前方的 那个白玉小花园门口传来 大家看过去 只见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漂亮女子 正微笑着看着大家 提示着大家去小花园中领牌子 这些新来的人纷纷过去 照相雪自然要把这事情抢来做 示意了一下老钟 问叫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 就叫三人行吧 照相雪嘴搅动了一下 低头去拿牌子 对于老钟这种敷衍的行为 他深感无奈 很快名牌就到手 竟然是三块 每块 两枚三级水晶 对五环前这种死要钱的行为 大家深感无奈和憎恶 幸亏这些进化者 都是有些家底深资的人 换成普通人 估计早就被掏空了 老钟拿着名牌看了看 名牌是特制的 上面写着三人行一的字样 老钟越发觉得 整个人名水界 应该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装备 排进国区装备排行榜前时 甚至第一都有可能 只是五环前显然没打算 把他们自己的信息暴露于外 得到了名牌 证明了身份 就可以去那边吃自助餐 或许是这一次进化者 多了起来的缘故 所以吃相就不如刚才好看了 哪怕有五环前的人不断提醒 这些人也开始胡吃喊喝 很快几十个金属架子上的 美食和美酒就被消灭了大半 老钟三人只是挑选了 平时不怎么可以吃到的甜点 喝了一点酒 其他那些最高等级 也就是三级变异生命为原料的食物 对已经吃惯了水火炖锅 做出来食物的他们来说 吸引力不大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入口出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那些陆陆续续到来的 被邀请来的大势力 已经全部进入内部 外面的这些都是小势力的人 但仅仅是这些人 就有数千之多 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大半个国区的 中层进化者群体 就在许多人 已经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身后名水界 那个凝胶状的入口突然关闭 所有人都被捐在了里面 大家不要惊慌 名水盛宴正式开始 还是刚才那位旗袍美女 示意大家安静 没有用任何扩声装备 声音却让每个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说了些欢迎的话 之后话锋一转 说到了正题 我想各位都对究竟 什么是名水盛宴 感到疑惑和不解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这里叫做名水界 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都将发生在这个空间里 这里虽然关闭 但只是暂时的 只是为了节省能量 以后每一天都会开放两个小时 有想要离开的朋友 随时可以走 当然反程就不需要路费了 对于这句带着微微自嘲的话 引来一片倾向 名水界 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秘境的地方 只是不同的是 秘境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 而名水界 完全是一个特殊空间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好东西 哪怕我们五环前 得到了有一段时间 但也没有探索完十分之一 并且说实话 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难处 所以找来大家 共同开发这里 相信等到大家 见到了名水界的真面目 大家就会爱上这里 因为这里随便的一样物品 可能在外面就价值连城 就说我们五环前自己 只是开发了大概十分之一 得到的物品价值 至少相当于 两瓶七星进化药剂左右 下面的人一阵嘈杂 显然对这个女人 透露出的信息非常震惊 七星进化者 那是几乎代表着 现在人类的最高进化等级 一夜暴富不是梦想 就在名水界之中 女人的声音很有蛊惑性 让许多人都兴奋了起来 老钟撇撇嘴 如果这里真的 如同她说的这么美好 五环前会公开名水界 这些话里 有三成是真的就不错了 当然 无限机遇摆在面前的同时 这里也是极度危险的 所以生死个安天命 大家要多加小心 女人羊头道 还有一点 无论各位得到了什么 我们都会知道 各位想要把得到的好东西拿走 需要向我们缴纳一定的费用 就当成是个人所得税吧 没有20%那么高 只需要10% 下面的人有些不满 高喊着怎么还要钱 女人的脸色逐渐冷了下来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五环前 是做慈善的 免费开放这里 让你们来拿东西 换成你们 会这么慷慨无私 这话让众人不再出声 从五环前的角度来讲 也确实是这样的 大家放心 我们五环前以后 还是要和你们来往的 所以对装备的估值绝对公平 不用担心我们会漫天提高价格 生育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 相信我 你们的所得 一定会超乎你们的想象 女人拍了拍手 最后道 各位远来辛苦 今天先好好休闲 明天明水盛宴将会正式开始 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 我们明水界的娱乐专区 在各位待在明水界的时间内 娱乐专区将会一直为大家开放 里面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我们做不到 随着女人高亢的声音 在她身边一侧 那些彩色线条缓缓一开 露出了里面一片灯红酒绿之地 还没进去 里面那股让人全身都会兴奋的味道 就已经飘了出来 对了 差点忘记了 在各位狂欢之前 我们五环前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份对于任何人都有意义的礼物 那就是 国区排行榜 话音未落 在女人身后的那边混沌色彩之中 光线突然变得整齐 仿佛如同幕布一般 上面开始缓缓地出现了一些字迹 并且越来越清晰 等画面不再变动之后 众人终于看清 上面显示的内容 正是之前已经听到了 却没有听权的五份国区排行榜 老钟和两个手下对视了一眼 都对五环前的种种手段 生起了警惕之感 这个势力 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拓展着他们的影响力 那么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在这种疑问中 老钟看向了前面巨大清晰的榜单 目光落在了那两个 他还没听过的排行榜上 眼睛不由得睁大了些 场中的人可没有老钟那么镇定 纷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赞叹的 有不屑的 有疑惑的 有质疑的 有疯癫的 全部都是因为神奇显示在了 荧幕一样光闭上的五份排行榜 国区变异生命排行榜 国区战兽排行榜 国区装备排行榜这三份榜单 都和之前那位船长说的相同 不同的是这里的要更加完整和详细 不仅有前几十名的名次 每一个名次的下面还有着一点介绍 比如变异生命排行榜上那些有名有姓的怪物 会介绍一下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 做过那些恶劣血腥的事情 最显著的外貌特征 最著名的能力等等 还有战兽排行榜上战兽的特点 来历 进化过程 现阶段状态这些 装备排行榜上让人眼红的物品技能是什么 元素攻击有那些 战力都是什么 总之 没有人给这些看榜单的人解释 但会通过这种介绍 尽量地让大家去了解上面的每一项 进而确立榜单的权威性质 在这些榜单上 除了被云顶罢评的国区装备排行榜之外 在渔船上没怎么听到云顶名字的战兽排行榜上的前世之外 云顶还是有路榜的 比如老中的飞行魔兽 就排在第13位 评价是个体战斗弱 但整体很强 适合应对大规模等级不高的群体战斗 还有秀儿的三鼻象排的还要靠前 排在第11位 仅次于那位要是第二军军长的猎天鹰 这个排名在现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和讨论 因为上面标着三鼻象的等级是8级 比前十的战兽等级都高 却只能排在第11位 这无意让很多人不紧 不过上面的解释倒是让人可以接受 著名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这头8级的三鼻象虽然等级很高 可是却是辅助类型的战兽 想要发挥战力需要苛刻的条件 第二则是三鼻象受过重伤 头部受损 智慧低下 现在恢复到了什么程度 还保留了几分战斗力都很难说 老钟对于这个排名心中颇为认同 当然认同的前提是三鼻象真的如同上面所说 可他心中清楚 五环前的手还伸不到秘境之中 自然不知道刚刚结束那场和曙光圣殿的大战中 这头三鼻象的表现 否则 就绝不会把他紧紧排在第11位了 不过这样也好 云顶山庄在装备排行榜上太引人注意了 低调点没有什么坏处 只是当老钟看到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时 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上面 再次出现了云顶的名字 还很靠前 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不知道什么原因 上榜的实力非常多 足足有一百个 稍微一想 老钟大概就明白了 无疑五环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更多的实力看到他们自己所在的位置 并且以此为标准 去努力向前 而在这个过程中 榜单的权威性就体现了出来 竟然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好处 别忘了 五环前是干什么的 在这份榜单中 大部分都是熟悉的名字 但也有一些老钟只是略有耳闻 第十位 国人和老钟一样都表示了极其的不屑和鄙视 能拥有名水界 拥有五大职士手下各一支的强大战队 只能排在第十 这是把大家当少年而同骗的 无非就是五环前自己弄出了这个排行榜 自觉不把自己排进去不太好 于是给安排在了第十 第九名 食人魔连锁 对于这个排名 老钟在心中再次表示不敢苟同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他可是知道 这个食人魔连锁在前世就是个超级组织 这一世也同样强大 从和平镇开始 再到临海鬼城 最后到他们在普星镇建立了一个距离 和云顶有诸多的生意往来 老钟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庞然大物隐藏在阴影下的实力有多强 他们就和五环前一样 众人看到的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老钟不是没有怀疑过这样组织的来历 只是现在他依然没有得到答案 第八名 灵伤会 这个名字让老钟意外 因为灵伤会前世很厉害 很神秘 但这一世被他和云顶山庄可以说摧毁了大半 即便是现在 一旦得到灵伤会在哪里出没的消息 云顶也会在情况允许之下 第一时间派战队过去清理 对于这个把同类当成肉猪来获得进化速度的组织 老钟发自灵魂的厌恶 只是 以他们现在的状况 还可以排在第八名 是这个榜单有错误 还是他们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 已经开始迅速地恢复力量 这个名字 无意给老钟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七名 无人区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名字 老钟也是最近才从B1的情报中得知 这个势力具体的大本营在哪里他不清楚 但应该是在华北一带 势力范围正在向着西部和南部扩张 在五环前对无人区的介绍中 这个时势力最擅长的 竟然是种植和变异植物的培养 这一次老钟来到这 任务的一部分就和植物有关 如果这个无人区真的擅长这个 那么和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冲突 看来出去以后 是时候让自己的人注意一下他们了 倒不是一定会成为敌人 但对潜在的竞争对手多了解一些总是没错的 况且以云顶的技术力量 以后完全可以和无人区合作 各区所需 第六名 云顶山庄 看到这个名次 赵向雪非常的不满 老板 我们和五环前不是没有来往过 他们对您的兵器都那么清楚 把我们弄得都要称霸装备榜单了 竟然在综合实力这里只给我排在第六 这也太小瞧我们了 高一的话很少 但看到这个排名 也浑身上下散发着怒意 让周围的人都奇怪的看了看他 显然在他的心中 云顶山庄的实力就算进不了前三 但也绝不会只排在第六 只有老中的心中是很满意的 他很清楚 在前世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进化者 奋斗十年 也仅仅是一个六星进化者而已 这还是他运气好 碰到了盛大的等一众 可以共同战斗的兄弟 互相协助下才有了那样的进化级别 这一世他重生了 可相比于其他那些超级势力 他的起点和前世一样是没变的 是极低极低的 哪怕重生了他也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所比其他人多拥有了 无非就是前世的经验而已 能够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 让自己成为七星进化者 让云顶迈入国区综合实力前十 他已经很满意 这并不是就认同云顶在这个榜单上的位置 因为五环前必定不知道弊异的存在 这支队伍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 但短时间内老中投入的可是巨万 他们的实力突飞猛进 现在至少相当于云顶总力量的五分之一 如果把他们加进去 那么云顶山庄还会是这个位置 还有 老中不知道五环前有没有得到 关于一副人的具体信息 他们在衡量云顶山庄实力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个考量进去 如果没有 那么自然这个排名是有待商榷的 如果有 要么他们觉得即便是加入了一副人云顶山庄 也是这个位置 要么他们就是不看好云顶和一副人的联合 具体是什么样的 老中不清楚 还有 五环前不知道阎望术在云顶 不知道献祭之门 不知道云顶的水晶武器和基因生命 研发到了什么程度 不知道星之精灵 不知道古斯等等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 老中乐于这种不知道 对于这个排名 他真的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 对于云顶的介绍透露了不少信息 比如标明了水晶武器就出产自云顶 基因生命研究也位于顶端 还告诉所有人 老中是位极其优秀的工匠 和荣氏圣医的制造者并列为两级 如果可以 我宁可五环前把咱们排到第一百名 人怕出明珠怕壮啊 我可害怕有人惦记上咱们云顶 老中开着玩笑 这让两位B1的队长心情好了点 但是看向第六位置的时候 眼中依然不甘 第五名 品宫 这个势力之前就出现过 在国区的战兽排行榜上 那只六级的变异乌龟千年就属于品宫 据说首领侍卫年长者 大本营在西南区的某个大型湖泊之上 老中看了看对品宫的介绍 知道了这个势力依托那片湖水 肯是聚集了不少优秀的进化者 并且拥有齐全的大转盘群 也就是同一到九级 云顶山庄也才七星连珠 那片未知的湖水竟然全等级大转盘都有 这样老中也不得不佩服品宫那位老大的好运气 只是 前世怎么就没听过这么一个强悍势力 看来 自己的重生对这个世界的改变已经很多了 第四名 神堂 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 竟然也可以排在我们前面 照相雪还是没忍住 看到神堂的名字之后 不满的嘟囔着 捣毁神堂总部之战 那是避意的成名座 从战前的所有精准信息获得到内应的安排 从战时对重要目标的截掠到外围的防护 全部做到了进步完美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踏着神堂从云顶山庄上位的 老中理解照相雪的想法 但却并不认同 当时神堂并没有和我们拼命 否则 拥有战兽去排行第二天羽魔藤的那位所长就会出现了 我们想要掠夺他们的技术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借着我们的手 把他们身体上的脑包清理掉呢 既然他们可以排在这个位置 那必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两位队长看到老板说的郑重 都收起了其他心思 认真的听着 以后多注意他们的动向 既然已经成为了敌人 那就要防备 如果可以 让他们从这份榜单上永远消失 也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情 聚集在大厅中的数千人 一定没有想到 在他们仰慕地看着这个排行榜的时候 身边已经有人打算把上面的某些药眼名字彻底抹去了 两位队长看向神堂的位置时 眼中立刻戴上了冷意 第三位 万寿山庄 老中猜到了万寿山庄会进入这份榜单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排在这么高的位置 一下子进入了三桥 一确 这种排行榜 上了榜和没上榜 和前十名 前三名和其他 这都是有巨大差别的 那几乎意味着另外一个层次 名不见经传 那这个万寿山庄 竟然能排在这个高的位置 距离三人不远处 一个人恰巧也看到了这里 嘴里发出这样的赞叹 老中知道 哪怕现在有碧翼以云顶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洒下了可以传回消息的准备 但是毕竟碧翼人手有限 华夏又太大 他们现在控制和了解的区域不大 在这个区域之外 真的就有万寿山庄和品宫这样的强大存在 突然之间 老中想到了一句话 天下英雄 末世 其实和乱世的群雄逐鹿英雄 辈出非常的相似 不同的是 那个时候站出来的是英雄或者肖雄 而现在 他们统一叫做进化者 养战兽养到这个程度 值得人敬佩 对于这个势力 老中下了这样的评语 第二名 要是军 第一名 反抗区 看到排在前两位的势力 老中三人心情都有些复杂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他们和云顶都有关系 要是军不必提 从他们在英城精准队换盘的时候开始 和云顶就是敌人 双方你来我往的打了几场 云顶是占了大便宜的 只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超级势力的主力并没有现身 双方之间在未来 必定会有一战 而反抗区现在和云顶关系更加复杂 一个区对云顶冷漠 一个区对云顶戒备 一个区把云顶视为敌人 一个区和云顶视为敌人 一个区和云顶视合作伙伴 连老中自己都说不清楚 自己和反抗区到底是敌是友 和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前十名中的三个都是死敌 和另外一个第一名也不对 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我们 大概也没谁了吧 老中哈哈一笑 一股屁腻天下的味道 从他的身上淡淡的散发了出来 对于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老中是最为看中的 因为这对于他衡量云顶山庄的实力很有好处 他知道五环前会在这份榜单上做些手脚 比如把他们和食人磨连锁 放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 但其他事例 老中知道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对于他判断某些事情也很有帮助 就如同反抗区 虽然在之前的行动中损失很大 几个战步都遭到了灭领之灾 更是损失了七星进化者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整个反抗区依然处于领先的位置 更何况 这头骆驼还没受死 只是受伤 当然 对于云顶的位置老中很满意 但不代表着他就会满足 他知道云顶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 这份排行榜无疑给他一个提醒 提醒他未来的路还很长 还很曲折艰辛 没有气馁 只有心中渐渐争腾的欲望 老中自己都很期待 他可以把云顶山庄带到什么样的高度 老板 那边 赵向雪在后面低声说了句 小姑娘虽然加入到了B这种注定会在黑暗中的组织 但终究年纪不大 第一次和老中出来也有些兴奋 加之老中也希望他和高一在这里不要总是冷冰冰的 小姑娘恢复了一些和平年代的本性 老中朝着赵向雪所指的那边望去 看到了最后一份 也是下面聚集了最多人群的一份榜单 国区个人战力排行榜 这份榜单也对得起众人的关注 同样有百人上榜 文无第一 无第二 老中看着这份榜单 心中感慨 随着这份榜单的流传 不知道会因此而掀起怎样的心风血雨 不服输 追求生命显赫 大概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为了这种本能 必定会有人极度在意这份排行榜 说白了 名气 很虚无 只是一个名头 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这么想 那么真就是大错特错了 和平时期 为什么有福布斯 为什么有胡润 他们发布排行榜为了什么 免费让大家知道世界上谁有钱吗 那些上了榜单的人 仅仅是让大家都认识他们的名字和脸吗 肯定不是的 因为有利可图 以前的福布斯靠什么赚钱 他肯定不是无偿去制作排名的 普通人看到的是他弄出来的排行榜 可在这份榜单背后 是承载他的载品 福布斯其实是著名的出版和媒体集团 他们手中有着畅销全球的杂志 掌控着大量书籍的出版 他们打出了知名度后 广告费 想不到的收入就会源源不断而来 今年之下 他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巨头 而那些名人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脸出现在最权威的排行榜上 那是比任何媒体都要有效果的广告 会让人记忆深刻 无形之中提升着他们企业的品牌价值 市场价值 影响着普通人的消费甚至理念 虽然安定不在 末世降临 但实质上 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五还钱要做的 就是曾经的福布斯 只是他能做的却比福布斯多得多 要做的何能做的 大概才是末世前和末世中最大的区别吧 至于上了这份榜单的人 无疑对于其他普通的进化者来说 活是一种吸引力 在末世里会享有这样那样的隐形福利 这些福利 足以让任何人心动 包括老钟 他虽然不想云顶过于出挑 做到木秀于林的成功 但却希望云顶让大家所知 那样以后无论云顶的人走到哪里 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信赖和好处 名气的作用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 这份备受关注的个人排行榜 老钟仅仅获得了一个前十手能源的位置 略为一扫 老钟心中颇为震动 这份榜单自然不能反映国区全部的情况 但相比于其他榜单 老钟认为可信性更高一些 因为一个进化者或许可以隐藏装备和技能 但却不可能隐藏实力 那样做无疑于找死 其他进化者和变异生命 可不会因为你想扮猪就自愿去做那头被吃掉的 照相学让老钟赶紧看这个排行 自然也是因为自己老大所处的位置 第十 国区第十 大带换成任何一个云顶人在这里 都会对这个排名不满吧 在他们心中 老钟是无敌的 国区个人战力排行榜的前二十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二十人都超过了六级 第二十名 刘轩志 七星进化者 十人魔连锁东北区经理 第十九名 冷园 七星进化者 林商会副会长 第十八名 左景轩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第十七名 白植士 七星进化者 古环钱 第十六名 张和泰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第十五名 武刚 七星进化者 钥匙军 第十四名 夏背 七星进化者 云顶山庄 第十三名 水直市 七星进化者 古环钱 第十二名 九龙 七星进化者 无形者 第十一名 文仲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从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 里面有太多老钟熟悉的名字 左景轩 张和泰 文仲 包括虽然以前不知道名字 却知道这个人的冷阳和武刚 可以说 这些人的出现 是让老钟觉得这份榜单很有参考价值的关键 老钟和夏背 是整个国区最早成为七星进化者的一批人 以当时的情况 老钟觉得 甚至有可能是国区的前三度说不定 可他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什么都是第一 尽管他是众生者 道理很简单 就如同重生的小说一样 哪怕掌握了得天独厚的先知先觉优势 重生后或许会成为李嘉诚 成为扎克伯格 成为盖茨 但也不能阻止巴菲克 乔布斯 贝索斯 奥特加等人的出现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 把所有的领域都占领 退一步讲 就算把这些新兴领域都占领 但传统领域可不是你重生个几十年就可以颠覆的 人家都是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悠久家族 有着稳定而几乎不可打破的传承 诸如洛克菲勒 诸如罗斯查尔德 诸如摩根 诸如威莎王室等等 老中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无敌的 于是他看着这份榜单的时候 心中只有谨慎 而没有轻视 哪怕他知道 自己和下辈应该在上面更前的位置 五环前在整体实力上藏桌 可在这份排行榜上 有些锋芒毕露啊 还是那位之前和老中等人 看同一个榜单的进化者说着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又凑到了老中三人进前 或为自来熟的和老中交谈 只是目光却时不时的扫向后面的照相雪 暴露了这家伙的真实意图 不过这种事情在末世很常见 男男女女之间只要看对眼了 发生什么事情都正常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并且这个男人看到老中三人都没有穿着太好的装备 非但没有轻视进而直接来调戏照相雪 反而从他这位老大身上入手 先攀谈接近 这说明这个人至少做事还是挺有纷纷的 老中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五环前在综合实力榜单上把自己排到了第十名 那是种刻意的低调 既能保证他们的名气 又不让更多人对他们产生防备之心 而在个人战力排行榜上 已经有两位只是进入了十一到二十名 这个数量和暂时只排在反抗区之后 可以说是相当有分量了 这又是对其他人的警告 警告他们五环前很强大 老中笑着点点头 没说什么 目光只是在灵伤会的副会长冷然那里能问你 还是看看前十名吧 这个人见老中没怎么搭话 急忙用继续看榜来演示可能会到来的尴尬 第十名 老中 七星进化者 云顶山庄 看到这个名字 那个人嘖嘖说道 装备榜首帝煞月刃的拥有者 综合实力榜单上排在第六的云顶的老大 还排在第十呢 这句话 倒是赢得了照相雪和高义的些许好感 大概是同仇敌开吧 咦 下面有介绍啊 这个人眯着眼睛看了看 嘴里也跟着读了出来 顶级的工匠 价值的创造者 一手缔造了云顶山庄 甚至制造出了地上跃刃这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武器 个人战力出众 实力非凡的手下众多 国区整体装备水平顶尖 如果更多的资源倾向他自己 那么战力会更上一层楼 一头高级战宠的失去 让这位云顶的领袖在榜单的位置有所下降 曾经昙花一现的一把能量武器的损活 也影响了他的位置 但依然是末世最强者之一 独王五环前对老中的评价 这个人叹息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这位钟先生可惜了 末世之中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 老中听到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评价自己 心中感觉怪怪的 这些介绍里 影响自己实力的原因 一是因为大黄 第二点应该说的是碎魂骨障 看来五环前再怎么厉害 依然信息出现了错误 碎魂骨障并没有损活 只是使用上有限制 老中身后的两位手下 听到外人给自家老大下的定义 看向老中的时候满眼都是感激 他们就是被老中一手 从普通的进化者培养起来的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他们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让他们达到了现在的高度 在牧师生活过了两年的他们 知道这有多么的难得 心中暖衣上冲 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更加浓烈的效忠之心 但值得敬佩 这个人一句话 让赵向雪第一次认真看了他一眼 第九名 温欢 七星进化者 无人驱 这个人应该就是无人驱的老大了 相比于他们在综合实力榜上的排名 这个人能有这样的战力 倒也并不让人奇怪 第八名 文老先生 七星进化者 挺功 这位是战宠千年的主人 也是前二十名中 最擅长水战的进化者 第七名 王汉然 七星进化者 十人魔连锁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 十人魔连锁的老大叫做王汉然 因为这个人极少和人接触 大家更熟悉的是他手下的五大经理 第六名 纪瑞广 七星进化者 反抗驱 看到这名字排在第六位 这一次连老中都撇撇嘴 这位手下败将已经进化到了七星 但老中并不觉得他就能战胜自己 还是那句话 你大爷依然是你大爷 第五名 红职士 七星进化者 五环钱 对于他的介绍 只有一句话 灵水界的发现者和使用者 不过仅仅是这句话 也足以说明他的强大 老中倒是觉得 这位同职士的排名低了 而纪瑞广的排名高了 第四名 大会长 七星进化者 灵商会 由于没有人知道 灵商会的会长到底叫什么 只能用大会长来称呼他 但这只是小事情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无论是叫张三还是李四 只要是灵商会的首领 就能让任何人不敢小看 对于这位敌人 老中并没有在榜单上 发现有用的信息 心中略微觉得遗憾 第三名 李大千 七星进化者 万寿庄园 这个人的排名如此之高 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他们在战兽排行榜上 占据了两个前十的位置 特别是第一位的早耻 可是八级的存在 仅此一项 就足以让他拥有极高的战力 第二名 穆汉一 七星进化者 钥匙君 下面对于他的介绍 是钥匙君总指归官 老中皱了皱眉头 这个人和毕翼传回来的消息 中略有不同 不过他觉得 应该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头 至少在这个人的名字上 五环前应该是正确的 最后大家一起 把目光看向了最后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对于所有人都是有非常意义的 因为他代表了国区第一高手 代表了这个国家 最强的个人武力 第一名 无明市所长 疑似八星进化者 神堂 就像看到世界首富后面 那些以美人为单位 第一名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震撼是空前的 对于这些位于 末世中层的进化者来说 这一百位上榜的进化者之中 他们听过许多人的名字 甚至还见过其中的一些人 加之这个榜单 每个名字下面的介绍 无形之中增加了极大的可信度 让他们在思维中 已经逐渐形成了 对榜单的认同 而第一名一个八星 哪怕只是一个疑似 便把这种认同和可信 彻底固定住了 老中心中知道 以后这份榜单 会被所有进化者认可 对于第一名这位神堂的老大 议论自然是最大的 每个人都在说着他到底是谁 说他的级别到底是不是八级 说他的神堂到底在哪 说他有过什么傲人的战绩 不过榜单出现之后 并没有五还钱的人过来解释 于是讨论就更大 别说其他人 就算是连高一这种性格冷漠的人 看着第一名的位置 脸上都出现了一点狂热之色 这个时候 大家都理解了武侠小说中 武林盟主为什么总是那么多人在争夺 毫无疑问 神堂的这位所长 将成为末世最出名的大人物 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才是末世的巅峰 那个人嘴里感叹着 目光不断地巡视着榜单上的人 仿佛要把上面的名字都记住 终将有一天 我也要上榜 那个人嘴里不断地嘟囔着 倒是惹得老钟好笑 这个时候 估计是觉得大家看榜看得差不多了 五还钱所说的娱乐专区里 走出了两排 隔五个漂亮高挑的女人 把进化者向里面请着 并且告诉大家 里面也有这些排行榜可以研究 陆陆续续的 这里的进化者都走了进去 老钟三人算是最后的一批 老板 神堂的所长 真的是八星吗 照相学把忍了半天的话问了出来 老钟想了想 有这个可能 你们也知道 他们可以拼凑一些八级的生命出来 如果暂停其他生命的制造和组织的运营 加上转动大转盘的时候多一点运气 有这个可能得到一瓶八星进化药剂 当然 这只是推测 连五还钱也不确定 我也不能确定 那 照相学欲言又止 手上的短账本能地在自己头上碰了碰 老钟故意为意 高高在上的位置 应该可以打一打 那些光线组成的墙壁之后 是一处真正的大天地 也不知道是如何布置的 这片娱乐区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村镇 有整齐的街道 有各式的建筑 甚至抬起头 还能看见漫天的星光 这更像是一处滑灯出上的繁华小镇 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次空间 见多识广的老钟也不得不赞叹五还钱对这里的改造 很难想象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弄出这么一个地方 风格 老钟想起了加勒比海盗电影中那个聚集了无数海盗的小岛 只是这里比那里干净整洁了无数倍 一些霓虹灯的招牌闪烁着 路边有着造型或者优美或者古朴的路灯 空气中是酒精和香水的混合气味 还带着一丝芝子花的味道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 因为对过去的怀念也好 因为这里可以短暂忘忧也罢 总之这里是很多人末世开始后 第一次身处于和平时期类似的场所当中 超市 酒吧 茶楼 咖啡厅 酒店 开卖行 甚至还有游乐场 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处处人声饼沸 好不热闹 老钟三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和其他人一样有些发症 毕竟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 老钟看着流光溢彩的繁华小镇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老钟迈入娱乐区的时候 在这里那栋豪华的酒店之中 五环前的执事们正在这里开会 已经确定了明天各自负责的区域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红执事阴柔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的敲着 目光在其余四个人的脸上流转 水执事坐在他的旁边 认真的看着一份区域图 只是如果仔细看他的眼睛 就会发现他正在出神的想着什么 另外一侧 则坐着那个帅气的白执事 三个人也是国区个人战力榜上前二十的人物 他们的对面 则是欧阳执事和皇族工会的会长 为什么我分到的就是血煞之海 而你们不是落日峡谷 就是幽兰森林 皇族工会的会长把手中的拐杖在地面顿了顿 非常不满的质问着 红执事抬眼看了一眼 我也分到了熔岩沙漠呀 皇族工会的会长致了致 心说你个不难不拟的家伙我能和你比吗 冥水界是你控制的 在危险的地方也是你的主场 自然有更大的几率通过 只是他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 毕竟这里是冥水界 他不好和实际的控制者闹翻 虽然这种控制仅仅是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已 还有一点 皇族工会之前受过大损失 还分裂过一次 虽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恢复的不错 但相比于其他四个执事 他的整体实力要弱 虽然强行让自己成为了七星进化者 但也让工会元气大伤 说起话里 自然底气不足 别看他和欧阳执事都没有进入个人战力排行榜 除了保留实力之外 也是他们进不去前二十 所以干脆就藏在了暗处 看到这位皇族工会的老人不再说话 红执事眼中轻力一闪 没关系 这只是第一天 未知的区域还有一些 到时候再重新分配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天碑 所以一定要达到一半以上的开发度才可以 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天碑到底是什么 但只要得到了 好处一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那些人呢 白执事突然问道 那些人 有很多选择呀 比如七粒坑道 混色悬崖 升腾沼泽 冰封山体 或者木偶一记 死态多了怎么办 水执事突然说了一句 他已经从刚才的走神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死很多人 白执事在那边冷笑了一声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吗 当然 水执事针风相对 一旦在名水界里伤亡过重 传出去之后 难免五环前会落个欺骗世人 让他们当无辜炮灰的骂名 那么以后的生意怎么做 我们辛辛苦苦弄出了五大牌行榜 举办名水盛宴 为的是什么 一个骂名 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其他几个人都沉默不已 他们自然知道这些 只是因为重点关注不在这里所以忽略了 或者说 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 普通人的命并不是命 只是一个个数字 只是他们利益的筹码 能不能调整下难度 让他们不去那些地方 欧阳执事看了 同执事一眼问 红执事摇摇头 每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开放的 他们进入了三区之后 面临的就是这些 连我们都无法具体控制他们去哪 想要调整 难道把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弄到二去来 但以他们的实力 还不是一样送死 要说对名水界的了解 红执事肯定排在第一位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就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尽量提供一些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吧 适当的情况下 也可以透露一下信息 尽量让他们多活下来一些 欧阳执事叹息一声 不再言语 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意这些进化者的死活 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名声 好了 想想高兴的事情吧 一会完场的星红禁忌就要开始了 还有什么比亮晶晶的水晶 更能让我们兴奋的事情 白执事站起来 拉了拉得体的西装 右手摸了一下领结 目光便看向了水执事 里面多了一丝刚才没有的火热 这一次 有些接到了邀请函的势力并没有来 水执事仿佛没有看到站起的白执事 转而说出了下一个话题 没看白执事僵硬在脸上的表情 水执事冷声道 神堂没有来 我们通过那条线给他们送去了请柬 却毫无回应 个人站立排在第一 综合实力第四 这样组织的缺席让这一次的名水盛宴失色 万寿庄园缺席 张大千个人站立榜第三 综合实力第三 挺宫的老爷子没来 只派来了他的孙子 实力虽然不错 但进不去站立榜前五十 还有 云顶山庄的人没来 综合站立第六 个人站立第十 水执事点着面前的指说着 如果不是无人区的老大温欢待人意外 到来让我们的脸上有光 这一次到底能成功与否都不知道 说完 这位浑身上下仿佛都是水座的执事 终于看了白执事一眼 这些才是重要的 这些并不重要 这些里面有你的私心在吧 白执事的脸色铁青 本来已经伸到了裤子口袋里的手 紧紧地攥着一根盒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云顶山庄私下有协议 这一次他们没来 让你很失望是不是 水执事眯了眯眼睛 每一个受到邀请却没有来这里的事例 我都很失望 你也应该清楚 明水界的完成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白执事的手用力 兜里的盒子瞬间被他捏碎 脸色已经有铁青变的真命 就算云顶来了 也无济于事 他们还没有资格和我争 水若稀 一些事情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有些反抗 也注定只是徒劳无功 说完 白执事把已经碎掉的盒子摔在了桌子上 拉开椅子出了房间 水执事瞄了一眼桌面上坏掉的盒子 嘴角出现了一丝冷笑 哎 我们好好的不好吗 你们年轻人啊 就是太叫真 皇族的会长叹息了一声 也离开了这里 只是任谁都看得出来他眼中的幸灾乐祸 欧阳执事也摇摇头 一边向外走一边说 一会星红禁忌场见吧 房间里 只剩下的阴柔的同执事和浑身冷意的水执事 阿水 你真把希望寄托在了没有来的云顶山庄上 他们的实力 似乎并不足以让你摆脱目前的困境 谁能够帮我 我就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留下这句话 水执事的身体周围出现了一个水球 把它裹在了里面 数秒之后 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无缘流水 呵呵 果然有意思 房间里 红执事不明所以的倾效 老钟三个人坐在一起 和他们同桌的 是那个和套进湖的人和另外两个人 六个人占据了这家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 钟老大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奋进党的老大 莫七莫老大 在个人战力榜上排在第九十二 这位是玄乐集团的远哥 远哥可是他的同伴们坐着那艘豪华游艇来的 玄乐集团知道吧 综合实力榜第十八 这两位都是极厉害的人物 伯格殷勤地为老钟介绍着 显然觉得能够认识这种人与有荣焉 伯格 就是对赵向雪有意思的那个男人 老钟倒是友善地对两个人点点头 但是高义和赵向雪就冷冷淡淡的 仿佛没看见这两个人 莫七和远哥对了一下眼神 都觉得这三个人有些古怪 感觉那一男一女两个冰块更像是老大 在一个组织里 出现这种上下尊卑混乱的情况 那这个组织估计也是混乱的 以后也没有什么发展潜力 不值得重视 这个时候一个穿着比基尼 露出大片雪白身体的女招带 端上来了六杯颜色各异的鸡尾酒 放在了六个人面前 伯格为了表示自己的大方 已经提前买了单 当然 哪怕他也是一个战队的老大 但这里的东西贵得要死 这六杯鸡尾酒的花费 让他现在还在肉疼 六个人聊了一会 赵向雪和高一依然不说话 这让默契和远哥心中就非常不爽 如果不是看到赵向雪姿色不错 他们也不会放低身价 和这几个人做一桌 排行榜出来之后 能够上榜的和不能上榜的 身份已经不同 末世之人 哪里又有什么真的老好人 两个人觉得赵向雪和高一 有着愚蠢的骄傲 他们便准备在这方面打击一下他们 小哥 知道娱乐区最好玩的地方是哪啊 伯格的年纪其实比两个人都大一些 但是在实力为尊的末世 显然年龄问题并不在考虑在内 我们刚刚进来 自然比不得两位早就在这里玩耍的两位老大了 伯格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 但还是态度极好的虚心请教 两个人相视而笑 心说果然是土包子 当然是新红竞技场啊 说着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走吧 晚场的时间要到了 去晚了可就没有位置了 这三位 也一起去开开眼吧 永远是夜色的名水界娱乐区 进入了纸醉精迷的时刻 这里的一切 仿佛都是一台台吸睛的机器 满负荷的运转着 走在这里的街道上 老钟看着街边各种各样的商铺 好像每一间里面都有人 无论是做什么生意的都很火 就如同刚才几个人去的酒吧 那里能够喝到和平时期的美酒 听到激昂的舞曲 吃到精致的美食 甚至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 很多人在和平时期 只是听过的各式昂贵酒类和饮品 那里全部都有 这种来源于记忆内的渴望 就成了消费的直接动力 还有那挂着粉红色牌子的特殊场所 更是差点被踩破门槛 有些人或许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在外面也算有头有脸 绝不会去女人的老大们 会对这里趋之入 大代只有重生过的老钟 和已经体验过里面一切的人才能力理解 那并不仅仅是因为一种新鲜感 还因为一种对心理和思想的释放 还有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征服欲望 能够想象得到吗 一个四星的进化者 可以在里面让一位五星进化者美女 陪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这在外面是极少发生的 哪怕真有这种情况发生 进化等级更低的男人 或许才是被征服的目标 但这里可以 只需要付出一笔不菲的水晶 至于为什么会让身为五星进化者的 女人们甘愿做这种事情 其实有很多种办法 每一种五还钱都做得到 让老钟微微有些郁闷的是 他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出售武器装备的商铺 一些保持着冷静的进化者 在为了明天的行动做着准备 他们不时地出入其中 购买对自己有所帮助和提升的东西 而这些出售的武器装备中 老钟看到了出自自己之手的 售价还贵得离谱 这些装备的来路 老钟并不想去深究 毕竟这些装备在他眼睛过于普通 但这种自己制造的东西 被人用来盈利的感觉还是不太好 或许看到老钟非常留意 这种出售武器装备的铺子 伯格主动说道 云顶出产的东西现在非常出名 质量没得说 你们看看 我这把匕首就是那里出产的 他从小腿的一侧 掏出了一把白色级别的匕首 在这里的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芒 默契毫不犹豫地拿在了手里 上下看了看 又握在手中比划了两下 点点头道 是不错 就是等级低了点 那边远哥也凑过去观察了一番 有些不屑的道 其实云顶山庄的装备 没有什么厉害地方 上面附带的能力不仅单一 还很垃圾 就是量大 用以前的话讲就是市场占有率高 所以感觉好像挺厉害的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 照相雪和高义齐齐地看了他一眼 伯格善善地收回匕首 心中开始对这两个人有些不满 这两个人身上确实有绿装 还不止一件 但依然还是以白色为主 就这样 还有资格鄙视自己的匕首 不过两个人都是有身份的人 伯格还想和他们搞好关系 在将来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只是咧嘴笑笑 没说什么 老钟自然也看到了 但早就忘记自己什么时候制造的了 正如远哥所说 他制造的武器太多 自己根本就不记得 但是品质 老钟心中好笑 他对外虽然出售过许多武器装备 自己也记不清楚数量 可好东西不多 品质自然不怎么高 可谁要是说不好 那就是有些中十三了 梅达里这两个人自我良好的谈话 一行人向着娱乐区的中心走去 那里有着一座整个宵经窟里最高的建筑 虽然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地上的东西 但我还是想说 这真是个奇迹 伯格感慨着 望着那座出挑的建筑喃喃说着 这就是超级势力的实力 其实你我都清楚 五环钱把自己排在第十名 绝对是谦虚了 默契哼哼的说着 仿佛他是五环钱的人一样 老钟也看着同样的景色 心中有了猜测 只是现在并不肯定 要之后看看再说 不过他觉得 自己的猜测十有八九是对的 这里虽然都是真实的 但那里就是星红竞技场了 远哥的语气中很是兴奋 看样子是去过的 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伯格笑着问 今天和这两个人在一起 已经听到他们数次提到了这个地方 那里是一个让人上瘾的地方 远哥罕见的收起了自己的傲气 看着那里道 只要你想到的 那里都有 你想不到的也有 总得来说 那里是一个赌博之地 赌场 伯格一边走一边眼睛都亮了 他以前就好这个 现在听到可以赌马上就高兴了 可以这么说 地上的部分是一个大赌场 以前什么澳门拉斯维加斯等这些地方有的 那里都有 还增加了许多新鲜玩意儿 进去之后 可要看好你的钱包啊 远哥笑笑 对于伯格的态度很是满意 地下的部分 则是竞技场 决斗场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对战 每一场五环钱都会作为庄家开出赔率 你可以去赌一赌运气 只要赢了 那就是一大笔钱 昨天我有个兄弟在里面 说到这儿远哥顿了一下 对着面无表情的照相雪挑了挑眉毛 你们猜赢了多少 默契哈哈笑着 老钟等三人好像势不关己 还是伯格凑去道 多少 一瓶五星进化药剂 听到这个 老钟等三人也微微惊讶 可以得到一瓶五星进化药剂 这个奖励可有点大呀 哪怕是这些末世里的中层人物 普遍也就是四星 其中比较优秀的才是五星 看到小美女终于有了反应 远哥下巴扬起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就连我昨天也跟着沾光 得了两枚五级水晶 在他看来 老钟三个人也就是四星进化者 还是那种为了得到进化药剂 其他方面非常窘迫的进化者 看看他们的装备就知道了 走吧 进去是要门票的 不过今天我请客 让你们开开眼界 说着 就拿出了一些三级水晶 交给了门口的侍者 六个人一进去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真的就和末世之前 最好的赌场一样 里面人声鼎沸 各种机器和赌台错落分布 很多的美丽侍女穿梭其中 每一个赌台上的小庄家 穿着各种出名动漫人物 装束的Coffice美女 而桌子上 更是摆满了各种等级的水晶 差点可以要瞎人的眼睛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要进入这里 就足以撩动心中的欲望 只是老钟依然不觉得什么 反倒是看到一边 不断变化人物图片的一面 巨大夜景显示屏后愣了愣 那是 听到老钟问话 远哥有些不耐地看了一眼 匆匆回答道 地下竞技场今晚要出场的选手 老钟眨眨眼 本来想来看看就走的 他决定不走了 他在这块显示屏上 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对于赌场 老钟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位手下 询问他们想不想玩玩 如果想 筹码的钱他出 不过两位队长同样没有兴趣 既然这样 老钟就打算去下面的 新红竞技场看看 默契和远哥自然没有这个想法 伯哥本来想要陪着老钟 却也架不住 新中国两手的欲望 和两位狐朋狗友的勾引 对老钟几个人表示了一下歉意后 便投身到了赌博大业当中 老钟摇摇头 带着人走了下去 不好意思 请进行验资 刚刚下去 就碰到一对守卫 和接待在一个微星酒吧里 非常礼貌地 让人他们出示名牌和验资 老钟问了问 原来进入这里需要一定的资产 说白了 就是如果你很穷 那么请去楼上 看显示屏上的直播下注 那里都是小额的 想要进入新红竞技场的现场 看直播 并且现场押注 那么就要证明 你有这样的资格 需要多少 300枚三级水晶 老钟听了没说什么 这点水晶歧视并不多 他从背着的包里 拿出了一把水晶 三级四级的都有 这里的人一看 都有发症 这个年轻人 只是随手从包里一掏啊 就抓出这么一大把 其中有一个人眼尖 甚至看到了 一枚五级的水晶掺杂在里面 他们看了看名牌 上面写着三人行 这些人很确定 没有听过这个组织的名字 对老钟等人就更加好奇 不过 燕姿肯定是通过了 请三个人进去之后 这里的负责人 立刻把三人行的名字 写在了备忘录上 列入了观察名单 打算稍后交到主管那 由于只是普通的战队 三个人并不被允许 进入到三层竞技场的顶层 甚至二层也不行 只能在一层观站 这里没有包厢 只有一排排的座椅 虽然舒适 但也显示出了 和二楼三楼的差距 据说二楼都是单独的卡座 很多的假山流水植物点缀其中 三楼则是一个个单独的豪华包厢 里面应有尽有 这个时候今天的竞技 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是已经有热场的表演 是两个三级的变异生命 在猛烈厮杀 一些人围在一层 最前面靠近擂台的地方 顺利地嘶吼着 给他们压了水晶的变异生命加油 陆陆续续的进化者正在进来 寻找最好的位置坐下 也会发生一些 抢座位的小摩擦 但很快就被五环前的 安保人员安抚住 在这里 还是没人能够闹事了 三个人找了位置坐下 发现就在他们的膝带之前 有一台操作仪器 清晰的屏幕上 显示着今天的对战情况 每一场都有简单的介绍 比赛双方的战绩之类 也会被标明 最后面是初始赔率 这个到了临近出场之前 还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随时可以压住 这么先进 照相雪发现如果想要下注 只需要操纵一下屏幕 然后把身份名牌 在上面刷一下便可以 之后自然会有适者 过来收走本金 比赛结束后 如果获胜 也会把锁哥送来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不得不说 这让照相雪 找到了一点漠视之前 刷二维码的感觉 这些或许是真实的 但可能只存在于 名水界之中 老中突然说了一句 两位队长想了下 脸上都露出了 一丝不可置信的表情 老板 你说的是 这是依靠名水界 自己的力量创造的 老中看着四周的场景道 名水界可能是一个 超级空间装备 想要取得这里的控制权 需要解开一些静置 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些 而现在能够取得的控制权 就足以制造出 我们眼前的这些 这里 的确是个很特殊 很神奇的地方 老中现在对这里的兴趣很浓 他想看看那些静置都是什么 解开后又会得到什么 这个时候热场已经结束 有人迅速清理了场地 但是上面遗留下来的 大摊大摊的鲜血 看起来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主持人走了上来 开始说一些事情 也是营造现场气氛 毕竟现在竞技场里 已经有一大半的座位都坐满了 老中听了听 无非就是什么规矩啊 赔率啊 注意事项啊等等 其中的一些规则 让老中听了都很诧异 看来为了赚钱 五还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门口处有些动静 一层的入口被暂时封住 一行人通过这里上了楼 显然是一些有资格 使用二楼甚至三楼的大势力道 之后 第一场竞技随之开始 老中看了眼面前的操控台 上面显示第一场 就是人和变异生命的战斗 一位四星进化者 和一头四级变异生命对战 赔率显示 变异生命获胜的几率大一些 这也正常 同级别的时候 普通变异生命 总是要比普通进化者 实力更强一些 投注很快就多了起来 后面显示的总量 已经突破了一千枚三级水晶 你们也玩了 没关系 老中把装着水晶的包地给两个人 老板 两个人有些愁愁 好像这样花老大的钱不太好 到了第四场叫我 老中却直接开始闭目养神 高义和赵向雪对视了一眼 想到老大都说了 那就小小的玩玩吧 两个人开始一枚两枚的压住 这让过来取水晶的使者 都投一比试的眼神 对战持续着 观战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这里的欢呼和惊叫声 就到了爆棚的程度 老中仿佛睡着了 直到赵向雪喊了他一声 告诉他第四场开始了 这才让他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 老中便看到场地内 已经站着一个人 手中拿着两把手枪 在他的腰间 是数个满是子弹的弹架 怎么还能用枪 有人不满意地喊着 但很快他们就不叫了 因为对手出现了 是 一群兵勇山猪 很多人哇呀叫了一声 赶紧去重新下注 因为之前可没有标明 对手不是一头 而是一群 这些人咒骂着五环钱不地道 但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摆明坑钱的 老中的注意力 都没在这些人身上 而是一直盯着那个出场的人 这个人他认识 他叫黎强 希望你活下来 我有事情要问你 老中心中说道 然后在黎强的身上 下了五百枚三级水晶 黎强是谁 这个人 是老中刚刚重生不久 在新区基地遇见的 那个国家级射击运动员 当时黎强还不是进化者 却纠集了一帮以前的同事同伴 生生在新区基地里 可以和王主任金大厨分庭抗议 哪怕是当时已经是 一星进化者的老中 都没有把握在他的设计中安然无恙 两个人不是敌人 还做了一次交易 老中给了黎强一瓶 一星进化药剂 和一把改装过的手枪 而从黎强那里得到了初级人魁术 进而以后才有了红发的诞生 后来 黎强曾经表达了 想要跟着老中的想法 只是当时被拒绝了 一是虽然一起战斗过 这个人表现得也不错 但终究了解的太少 老中有顾虑 二是黎强和他的那些手下都是好手 留下来可以帮助大明等人 更好的守住基地 离开之后 老中就没有了黎强的消息 甚至也没有了新区基地的消息 直到后来地域建立 才知道新区基地已经不在 那里的人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甚至是不是还活着都难说 在刚才赌场中看到黎强的图像时 老中就想和这个黎强见一面 刚才他并不是在闭目养神 而是在一直在探查这里 想要找到这些进入竞技场的选手们出场的路线 不过这方面 老中只能依靠自己庞大的精神力 却并没有相关技能 所以虽然有些获得 却也只是个大概 场中的战斗已经开始 老中专注地看着 现在黎强比一年多近两年前可强大了很多 已经是位四星进化者 并且应该学会了某种枪术之类的职业 双枪在手中肆意翻滚 子弹在他的面前铺成了一片金属之强 他的速度也很快 在竞技场里不断地移动 保持和这些冰勇山珠的距离 冰勇山珠同样是四级进化生命 并且一下子放出十几头 这让黎强的处境非常不好 冰勇山珠的特点是有一层厚厚的 如同泥土开裂般的牌甲 黎强手中的两把手枪只是白色级别的武器 子弹是普通的子弹 射到上面发出砰砰的声音 会见起一些如同土块式的猪皮 但显然对山珠本体没有什么伤害 想要击杀这些家伙 只有准确命中他们的眼睛 耳朵或者张开的嘴巴才可以 但在高速的移动之中 在很狡猾懂得配合的群猪冲锋当中 想要射中这些被重点保护起来的部位弹劾容易 黎强打光了两个弹夹 也没有杀死一头冰勇山珠 这让观众们越来越不满 都觉得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决斗 不少人都向着冰勇山珠这方面拼命下着重住 老钟仔细观察了一下 又看了看操作面板上的赔率 摇了摇头 这五环前真黑 明显是设了一个局 让大家都以为便宜生命必赢 但结果 以老钟的眼光 看出来黎强并没有用权力 显然 这个家伙在配合五环前坑前 看着整个一楼这些疯狂的进化者 老钟不知道在明水界待的这些天 这些人会被剥削多少出生入死攒下的家 果然 在某个时刻 黎强开始反击了 他的双腿突然在地面一蹬 身体就窜上了半空 双手变得虚幻 之后一声枪声就响了起来 繁花手加上驱弹枪手 倒是相得益彰 老钟用只有他能能听见的声音 说出了刚才黎强使用的一个技能和一个职业名字 繁花手是一种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让双手快速移动 并且做出很多动作的技能 和很多职业配合起来效果都非常好 而驱弹枪手则是一种射击职业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技能 就是可以让发射的子弹产生瞬间的停顿 之后让树莓子弹一同出膛 产生树被一颗子弹的威力 在这个职业技能下 一声枪响 往往代表着树科 甚至十数颗子弹威力的叠加 果然 双手各出一击 打在两头距离他最近的兵用山珠头部 本来最是坚硬的部位在这一枪之下瞬间爆裂 无数的鲜血和肉块弥漫在竞技场当中 离强这还没完 身体借助着开枪的力量向后掠取 一脚踏在了竞技场和观众席格绝能量和攻击的护照上 身体再次前冲 和这些山珠们对向而行 眨眼间就近了 枪声响起 这一次是一连串的 兵用山珠的惨叫声传来 好几头刚才还凶悍的山珠身体轰然倒在了地上 直到他们的身体甩出去了老远 倒在地上抽搐 众人才看清 大片的鲜血正从他们的眼睛中鼓鼓流出 离强刚才这几枪 利用之前技能创造出来的混乱 成功命中了几头山珠的致命部位 转眼间 超过一半的兵用山珠被杀死 离强站起 腹部的位置有一片血红 那是他自己的血 刚才和这些山珠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也受了伤 近乎玩花活一样的卸掉和装填弹夹 引来一阵喝彩 离强继续开枪 这一次他一边开枪一边急速的退着 射击的频率没有之前快 但每一枪 都会打在转头继续攻击他的这些山珠身上同一个位置 就仿佛一场射击表演似的 当离强身上的弹夹全部打空了之后 兵用山珠只剩下了最后一头 也是最为强壮的那头 离强扔下了墙 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 呼吓着和这头同级的变异变异生命打在了一起 这是最直接的碰撞 当离强获得了胜利之后 自己也成为了血人 虽然依然有很多人咒骂五环钱搞鬼让他们输了钱 但离强凭借着真本事获胜还是让大家很兴奋 不少人甚至喊出了他的名字 也没等使者们把这一次赢的钱送来 老钟起身向外走去 边走边让两个手下在这里等着 出了大厅 老钟观察了一下周围 利用他的速度优势 飞速闪进了一道门 十几秒后便到了一片更为地下的位置 前面 就是那些参加决斗的生命后场的地方 隐藏在一个角落 避过几波在这里工作的人 老钟就看见了被两个人抬着进来的离强 抬着离强的是两位五环钱的人员 丝毫没有因为离强的重伤 而有什么怜悯之心 一路说笑着 在议论着刚才这场比赛 一共下注超过了五万枚三级水晶 估计组织会转近万 之后话锋一转 又谈论起了刚才一个看得兴奋激动 把上衣都脱掉的女进化者 不时发出生生营笑 老钟目送着两个人把离强抬到了这条 虽然挂着灯光 却依然有些阴暗通到角落里的一间 牢房 是的 这里是有所吧 等下 两个人把离强放到了牢房里 转身就向外走 却被重伤的离强叫住 什么事 两个人态度很不好 虽然他们只有三星的进化等级 并没有离强高 但一点都没有畏惧的意思 我 我的治疗师呢 离强的伤势不清 特别是在胸口和左侧腹部 都被山珠的大牙刺透了 他虽然很强大 只要有枪在手 枪中有子弹 就拥有无限的战斗力 但依然没有超越等级 这么严重的伤势靠着自愈 还不知道要多久 这什么急 还能让你死了不成 你是五还钱的资产 可不能让你出事 说完 两个人不在搭理离强 转身走了出去 门也没锁 显然一会还有治疗师过来 等到两个人走远 老钟又等了会 确定附近没人后 才闪身进入了房间 由于角度的原因 离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老钟 老钟也没有马上就叫他 而是看了看这间牢房的地形 这已经是一种习惯 走到离强身前 老钟俯下了身体 让这位曾经的熟人 看清了自己的面目 离强大惊 嘴里就要说什么 却被老钟捂住 之后他就看到 让自己成为了进化者的人 身体向后飘去 出了牢门 数秒之后 一个人提着药箱的人走了进来 真是麻烦 是不是不受伤就不会打架 很明显 这就是那位治疗师 他先是检查了离强的伤势 态度恶劣地嘟闹着 扯开离强的衣服 把手放在了伤口处 接着手掌亮起 一道柔光就打入了伤口中 之后打开药箱 拿出了一些药水涂抹在换处 看了一下效果 又拿出四把锁 把离强的四肢 锁到了和地面连接的铁装上 老实待着 估计一个星期就好了 说完自顾自地 带着药箱离开了 老钟看着这个人的背影 冷冷一笑 心说这个医师职业者 真能应付事情 只要他愿意多耗费一点精神力 那些药水的用量再大一些 那么离强的伤势两天 就能恢复卢出 可他的敷衍 却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七天 说实话 要是秀儿来办这件事情 几个小时离强就能活蹦乱跳 大概是由于离强身受重伤 四肢又被锁伤的缘故 所以牢房的门并没有关 老钟畅通无阻地再次进入 先把这个喝了 没有给离强解开铁锁 而是拿出了一瓶药剂 递到了离强的嘴边 钟老大 真的是你 经过了虽然不太负责的治疗 但离强现在明显好一些 至少说话不再有气无力 看到老钟这张和两年前 并没有什么变化的脸 离强有些激动 开门风动竹 疑似雇雇人来 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意境 但当初老钟在心区击毙的 所作所为离强可是记得 那么好的一个击毙 人家却拱手让人 相比于受了伤 也把他锁在地上的五环前 高下立判 感觉到嘴里流进了液体 他才惊醒 这种味道他知道 这是治疗药剂 这东西可不便宜 先别说话 好些了后我有话问你 离强忍着激动点头 闭上双眼 尽量凭心静气 催动药效的发挥 几分钟后他就睁眼 向老钟说可以了 你怎么会在这 心区基地如何了 大明他们呢 面对老钟这几个 并不意外的问题 离强脸上闪过了黯然之色 之后开始给老钟 讲述他离开之后的事情 原来老钟走后 开始的时候 心区基地发展得非常好 老钟让这里的许多人 成为进化者 这就是最夯实的基础 基地因此很快 在周围脱颖而出 大明离强等人 很快就全部成为了 二星进化者 但大概是数大招风马 心区基地被人盯上 双方不断摩擦 冲突时有发生 不过这个时期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安宁 但心区基地 也没有落入下风 在这个阶段 这些主要成员 也成为了三星进化者 但事情在一年前有个变化 那个敌对势力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强大了起来 轻易地攻破了基地 大明离强等人 带着人撤退 本想去寻找老钟 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却遇到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在一个夜晚 突然集体失去了意识 等到醒来的时候 发现身处一个 陌生的环境当中 每个人都被绑在金属床上 一些机器在他们的身上 移动着 做着各种试验 每一次的试验之后 他们受损的身体 都会得到几乎完美的修复 并且被使用营养液 以维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有一天 这处神秘之地 也遭受到了攻击 一些当时神智清醒的人发现 他们身处 外太通 确切地说 是在月球 你是说 你们被带离了地球 听到这里 老钟终于忍不住 心中的惊涛骇浪 身体都站了起来 他没想到自己 一直追寻着末世的答案 不惜深入秘境拼命 不惜来到疑似 飞大转盘装备的 名水界冒险 除了在三族怪人那里 得到了一些 不能确定真假的消息 外一无所获 竟然会在一个 偶然遇到的熟人 这里得到了最震撼的信息 嗯 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那种末世 当天曾经出现过的 你们一样的生命吗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用你们做实验 而你们 又是如何回到地球的 离强摇摇头 那艘战舰之中 满是我们地球 不会有的科技产品 说实话 我学历不高 没受过高等教育 连猜都猜不着的大带 只是知道 全部都可以远程控制 因为那些设备 拿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没有任何生命出现过 直到 吸了口气 仿佛回想到 当时的情景 也会让这位面对 十几头和自己同等 即便于生命 毫不变色的男人 他看向老中 低声道 你知道 进化者到了一定程度 都会对其他生命的强弱 有所感应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进化等级 但能感觉得到你比我强大 对于那些尸体也是一样 哪怕他们都已经死了 可我依然能感受到 他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比你给我的感觉还要强大 甚至强大的多 老中知道离强 大概是因为专业运动员的缘故 还是对外部环境 必须非常敏锐的射击运动员 所以当老中因为这个消息的震撼 而忘记隐藏身上气息之后 能量强度被他感知到了 可比自己要强大得多 老中不禁猜测 那些已经死亡的尸体 竟然都会给离强这种感觉 那么他们活着的时候 会强大到何种程度 并且 他们还被杀死了